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继续上课 上一课我们引进了一个最重要的五花三的函数 我们把它叫做Monicle partition function 因为我们上次课是针对这个translation来讲 那么translation我们始终是说 这个分子在一个box里面 这个box的体积是V 所以说那个时候partigine function 是因为分子的能量和体积的V有关系 所以把V写在里面 另外它还与这个温度有关系 这个β是等于这个 格尔斯麦常数省上这个温度T除以 那么在我们谈这个translation的时候 这里有个V 但是没有谈translation的时候 那个V不一定有了 也就是说这里面 这个β是因为这里有β 这个V是因为这个能量里面有V 但这个能量里面还会有其他的参量 只不过我们没有把它写出来 是吧 那我们的partigine function呢 我们说有两种方式我们的定义 这个求和呢 是对这个state的求和 就是说对V function的那个 指定V function的state的求和呢 也是这样写 那么这个most proper distribution呢 如果你也是对这个V function的那个state而言呢 那就这样写 如果是对 针对energy来写的话 那就有可能 比如说这个energy的话 它有这个degenesis gk的话 那你这个 这个就是partigine function呢 就要把这个gk呢 写进去 就是这个时候呢 这个是对这个energy的level求和的 对吧 这个时候这个是对energy level求和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most proper distribution呢 也是呢 就这个时候 这里前面呢 要加上一个gk 这是要注意的 就是说 如果你是对这个k的话 指定的是能量 这个energy level呢 那么你就要加上这个gk 如果你指定是V function呢 因为每一个 每一个能量这个g Ek的话 它可能可能对几个微方形 对不对 几个微方形 比如说对应的 一大堆的微方形呢 都具有这样一个能量 那么这个 我们叫做degenesis 它的这个数目是gk呢 如果你对能量而言呢 它就应该这样子写 对不对 这样子写 好 我们说呢 这种写法呢 有的时候呢 这里对微方形求和呢 是方便的 有的时候对能量求和 是方便的 我们在讲translation的时候呢 我们是对这个微方形的指标 来求和的 好 那么我们后面会讲到呢 对其他的能量分布的时候呢 我们是要把这个gk呢 拿进去的 对不对 也就是说这个区别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么有了这个molecular partition function呢 我们说这个average的能量 对每一个molecule呢 可以这样来算了 对不对 可以这样来算 我们上一次呢 对这个就是molecular partition function呢 我们当然有这个 专门推导对translation的时候 它应该是怎么变 对不对 实际上这是一个general formula 也就是说 这个对能量求和的话 对能量的平均值的话 你可以写成呢 因为是上面这个求和呢 负的ek 然后这里是ek 下面除上这个parting function 那么上面这个呢 这个式子呢 你知道可以写成什么呢 如果你对这个beta求导 我们假定这个 对beta求导的时候 这个求导和这个求和呢 可以交换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拿进去 那么这个时候出来呢 它就应该是这个 因为你是对beta求导数 对不对 也就是说 这个式子实际上就等于呢 这个的负号呢 在升它 对不对 而这一个等于什么呢 这个实际上等于呢 因为这就是parting function的定义 对不对 这些parting function定义 所以parting function对beta求导呢 就等于它加上一个负号 那么当然你这里可以把它负号拿进来 那这里呢就变成是对 parting function求导数 那当然这个可以再写成呢 那当然这个可以再写成呢 parting function的对数呢 对beta求导 好 这就是我们完成 就是你 这个是parting function对beta求导 然后再除一个z 对不对 再除一个parting function 那它实际上得 所以这个log z求导的时候 它就是首先是z分之一 对不对 然后z呢 再对beta求导 所以它正好是返回去的 只不过这里有个负号 这里呢 希望大家注意这一点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公式呢 是一个general formula 因为我们上面的公式 实际上也是个general formula 它不仅对这个translation 或者是rotation 而且对它们有混合的 都是可以的 只要你这个ek呢 是那一个单个的molecule 它的harmetone量里面 求解出来的ek 那么它的平均能量呢 都可以这样算 也就是说 只要你算出这个parting function呢 那你就可以这样计算 是吧 可以这样计算 这里呢 就有一个好处 你可以看到 这是log z 对不对 如果这个z的话 是几个函数相绳的话 那只有那个函数里面 含beta的 和温度有关的 才对求导有贡献 和温度没有关系的 它对求导是没贡献的 是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式子 你可以直接马上就看出来呢 对温度有贡献的呢 才会贡献到这个平均的能量里面去 对温度没有贡献的呢 这个函数相绳 有些时候温度没有关系的呢 它对beta求导是对零的 是吧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给了一个 复习了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呢 要接着讲呢 我们要讲这个rotation的 vibration和electron的 然后呢 我们还要讲这个poliatomical的 最后呢 我们会讲一个 number of the transition state 这个呢 虽然这本书没讲了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也许你在其他的课程中 会有用到 那么我们把提一下字 好 我们先来说呢 rotation的这个 poliation方向 那么rotation呢 我们物化二呢 有学过 如果是双原子分子 比如它质量是m1m2 那么它的能量呢 就是有这样一个决定的 然后这个j呢 是可以从0来1来2 一直这样去下去 它的degener性呢 是这个2j加1 也就是说 对于每一个固定的j呢 这一个能量呢 它还有一个m指标 对微方形 对不对 所以呢 对m指标求和呢 你应该是 这就是我们写的 有两项 这个我们插掉 也就是说 虽然我们定义了 这个 我们写了这个 poliation方向的话 这里写的是k 对不对 这个k 如果你这样子写呢 前面没有gk呢 它就必须是 对微方形求和 对不对 微方形求和 也就是对这个 能量g1k k的这个 能级呢 对肉特性来讲呢 它实际上呢 是有两个指标 对应的 对不对 两个指标对应的 这个是safiolk的 harmonic orselet 对不对 然后这个g接呢 就是这个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每一个这个m呢 它是可以从负接呢 一直取到正接 一共可以有了 二接加一个 所以在这个求和的过程中呢 你就要考虑到 它是有m的 那么你要把这个m呢 写到这里来 比如说你写m呢 然后呢 写j 对不对 因为这个 k的这个指标的话 它现在的话 代替的是 这两个指标 因为它是对 微方形求和的时候 代替两个指标 那么你这里写过来 β呢 1接 那由于呢 这个j呢 它和m没有关系 所以你可以先把m求和 那么m求和的话 总共m每求和一次 有一个1 所以它有2m呢 2接加一个呢 这样一个指标 这个2接加1呢 正好就是我们的 the general state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呢 你也可以写成 dj这样的形式 是吧 dj这样的形式 那么这里面呢 要注意的是 这个i的话 它是一个 我们称之为 转动惯量的 对不对 转动惯量的量 它呢 是等于这个 reduced mass 如果这个双原子分子 有一个原子m1 有一个原子m2呢 它的reduced mass 是这样定义 而这个r呢 实际上指着 它的平衡渐长 就是说 平衡的时候 这两个原子之间的距离 对不对 平衡的 比如说 bunded distance 这个是 那么有了这个bunded distance 有了这个reduced mass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i 求出来 那这个i 求出来以后呢 这个能量就求出来 这个能量求出来以后 那当然 你就可以继续来求解 这一个rotation的potation function 那么求解的过程中 当然你就是说 它最后呢 是变成这样一个量 对不对 最后变成一个量 这样一个量 好 在这里呢 我们同样可以定义 所谓的rotation的temperature 就是说 当你把这个4的求和写出来以后呢 你可以把这个beta呢 写成它原来的定义 就是说它是呢 kb呢 t 对不对 然后上面呢 这个h的平方和2i呢 要保持 2i的标志 这是接约的程序 好 这里边呢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量 然后呢 加上这个 整个那个灌量 kbt 包括这个2i一起 这个2i小这里来 那么这个t呢 温度小后面去 对不对 前面这个量 它一定呢 是一个温度的单位 也就是说 这个量呢 h的平方 kb呢 2i 或者说你把2i小前面来 它是温度的dimension 对不对 它是温度的dimension 而这个温度的dimension呢 它实际上和温度 没什么关系 只是说 因为它的单位是温度 所以呢 我们把这里呢 把它定义成一个 rotation的temperature 这个rotation temperature 并不对应说 真正那个分子 在rotation的时候 它处于这个temperature 而只对于呢 我们说 为了后面方便 讨论问题的时候 我们把它定义到这里 是吧 它一个rotation temperature 那这样子呢 有个好处 就是说 我们在讨论这个求和呢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积分的时候呢 我们要求的条件呢 是这个 这个量呢 远远小于1 也就是说 这个变化的 这个量啊 变化的很小 那么这个量 变化的很小 就是说 如果这个量是等0的话 那基本上 这个就是等1的 对不对 这基本上就等1的 所以那个 求积分的那个函数呢 求和的这个函数呢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转换成呢 求积分 这个积分到无穷的 所以呢 2接1呢 加1呢 1的负 这又把它写成积分的形式了 那么 这一个呢 要求的是这个条件 就是 像我们上次在谈这个 translation energy的时候 之后我们求积分 我们求和的时候 也是换成求积分 那我们那个地方呢 有一个上面那个温度 除下面那个温度呢 它远小于1 对不对 远小于1 那这一个呢 你可以写成呢 这个 低阶的平方呢 一块绳进去 低阶的平方 对不对 然后这里呢 你可以写成呢 阶的平方加阶 对不对 因为这个低阶的平方加阶呢 它就等于 相当于对这个求导 那就是2阶加1 2阶加1 然后低阶 这两个式子是相等 对不对 然后你知道这个呢 你可以把代换成x 对不对 代换成x 那也说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 对不对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 阶平方加阶呢 它是个变量 直接呢 变量带换呢 阶平方加阶等于x呢 那x也是从0到5穷 对不对 因为阶是从0到5穷的 所以x也是从0到5穷 好 那么这个呢 我们把它呢 继续写过来 然后这个式子呢 你可以看到呢 你要把它配成一个 这里呢 除一个这个 上面呢 绳一个这个梯 对不对 那么这里是0到负的 这个地方呢 你把这个绳进去 这也是相等的 因为这个梯和 诶 写反了 这里写反了 就说你也是在做 这个变量的代换了 对不对 你说你这里绳上一个 θ除以t 那么这里除掉这个 那么它就和 还是回到它原来的样子 对不对 还是回到它原来的样子 可是这个时候 这个就可以看成是y 这个整个看成是y 对不对 那1的负y dy积分的话 这个积分它就等于1的 这个积分就等于1的 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呢 推导出来 我们这个 rotation的这个 partition function的话 它最后就等于 温度呢 实际的温度 除上rotation的温度 比如说它就等于 实际的温度 除rotation的温度 就可以算出来 当然你可以把 这个rotation的温度呢 再带回去 对不对 因为这个量呢 你可以再带回去 那么带回去的话 你可以把它写成呢 这个β的形式 对不对 把它写成β的形式 好 那你可以这样子写 也可以呢 这样子写 对不对 那么当然我们比较 这个 这个rotation temperature呢 它是因为在实验的 讨论的时候呢 它是经常用到的 因为 这一个式子 这个partition function的话 它是否成立 它是和你的 rotation temperature 和这一个 实际的温度 做比较的时候 如果这个rotation temperature 比如这个实际温度 小很多的时候 你才用这样一个 partition function的表示式 否则的话 是不能用的 是吧 否则是不能用的 好 那么假定在我们 这个课程中呢 我们都讨论的是 这样一个极限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样一个极限 它代表着什么含义 是不是 比如说如果我们把这个 刚才这个求和的式子呢 做成一个f接的函数 对不对 做成一个f接的函数 然后比如说 接等于0的时候呢 接等于0的时候呢 它必须是1了 对不对 接等于0 这个f接是1 然后呢 一直走 比如说接等于1的时候 它是多少 接等于2的时候 它是多少 一直到呢 接比如说 有个最大值的时候 它等于多少 然后一直把这个函数呢 f接呢 画出来 对不对 这样子画出来 画出来以后呢 你知道 这样一个求和呢 本来是代表了 这个t形的面积 就是说 代表了这个红线 这样下面的 这样一个面积 对不对 我们像这样下面有个面积 我们把它变成求积分以后呢 就是把这个线呢 连续地连起来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差别在哪里呢 在于这个 这个是我们多算的一部分 对不对 这里是我们多算的一部分 可是这里我们又有少算的一部分 对不对 这个方框 这个曲线的外面这一部分呢 是我们少算的一部分 这个曲线的里面这一部分 是我们多算的这一部分 也就是说 这多算的一部分 和少算的这一部分 如果正好抵消呢 那你这个积分呢 就和人家原来的求和呢 关系是非常好的 那这个条件呢 就是这样一个条件 你可以看到呢 如果你的温度 比这个rotation temperature 大很多的时候呢 那你就 可以满足这个关系式 那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这个图来讲 它的这个rotation temperature 或者是和时温相比较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 这个这个阶的最大值 对不对 这个F 它有一个最大值的 那个最大值 就是说F阶这个最大值 是发生在哪里呢 那么你可以如果求导数的话 你知道 对阶求导数的话 这个是2 然后这个指数上面有一大堆东西 是啊 然后你再对呢 这个求导数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负号 还是负号 负号应该在这里看得到呢 这里看不到 但这个地方是一个负号的 这个负号 所以这个求导数下来呢 会有这个负号 那么二接加一呢 这平方 好 我们直接这个地方就写呢 rotation temperature 除以T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2IβH的话 它就可以写成是 rotation temperature 除上实际的温度 对不对 对 除上实际的温度 那么这里呢 指数呢就等一名 对不对 那就可以马上看到了 这个方程式解出来的话 它就是应该等于RT呢 rotation temperature 然后呢 还放了 RV的JM 但你可以看 因为你看 你从这个图上看 你可以看到 这个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这个积分呢 来取代这个求和 是非常好的 因为你看 这一部分的话 是增加的 多出来的 在求积分的时候 这一部分是少掉的 那基本上这个少掉的话 这个多出来这一部分 正好可以抵消 所以呢 它应该是个好的近视 那这个时候是 这个温度是在哪里呢 我们一般的 我们化学团的温度呢 就是这个实温 298.15K了 对不对 当然你可以近视的 看成是300K了 对不对 近视的可以看成是300K 那么这个图形 就会告诉你 你这个rotation temperature 顶多少 对不对 因为你这个Gmax 在这里我们是知道的 比如说这 Gmax它就等于 或者是等于7这个值了 对不对 等于8嘛 是7 这样吧 我们看成是8这个值 对不对 因为8这个值 好像还要高一点 那么Gmax等于8的话 这个是28呢 16 它应该是呢 17对不对 它应该是17 那么你可以计算一下呢 大概这个 这个rotation temperature呢 在哪一个范围 对不对 17的话 你可以看成是这个 比如说你 你计算一下 看成是20也可以 对不对 进上来 那么 你就有呢 2倍的T呢 除上这个呢 大概呢 等于400 是吧 因为 17的平方 或者好像20的平方 它等于400 是吧 那你这个 是300的时候 那你就差不多 是等于600呢 除以400 这就是你算出来的 你的location temperature 算出来 你这个K型temperature 这样 17的平方 本来不等于400了 我们做近视处理 我们只关心它 近视的大概等于多少 对不对 那这两个一除呢 大概是等于这个 二分之三的 是吧 或者说等于1.5个K 1.5个K 也许会大一点了 因为17 因为你拿的是400来除了 对不对 拿的是400来除 但是实际上呢 它没有400 它应该还要小一点 对不对 所以说你可以猜想呢 它大概是1.7 或者1.几 对不对 反正1.5呢 也算不错的一个值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的是 时温下呢 P是大概是300 然后这个Lotation temperature呢 比如说你大概1.5 你就说它是2吧 对不对 那你可以看 这个时候呢 300呢 大概比2大很多 对不对 它是满足这个条件的 300的这个温度 时温呢 它确实比Lotation temperature 这个2呢 大很多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积分了 这个积分呢 很好地代替了 这个球盒 对不对 这个积分很好地代替了球盒 那实际上这个图形 和这样一个关系 4就给了你 大概一个概念 对不对 大概一个概念 那你如果想想看 如果这里是10的话 T只是10 这里是1的话 那就不一定了 对不对 因为这里如果是10的话 那这里就是20 对不对 如果这个是1的话 那就20开方了 对不对 20开方了 那就是说 它大概只等于 这个4.5左右 对不对 4点几 对不对 因为55已经25了 那么它只 比方40一16 它就等于4点几 比如说你算4.5吧 开方出来等于4.5 4.5减去1呢 它就是3.5 3.5再除以2 这个基马个西马 只在1到2之间 所以当它是10的时候 如果这个10温是 如果我们做实验的 这个温度是 T等于10 而这个 这个 这个 Rotation temperature 是1K的话 这个它不满足 这个东西 不是 10并不比1 大很多 它的原因就在于 你这里还要开方 你看见没有 你这里还要开方以后呢 这个10 本来除1的话 它已经10 但是一开方 它只有3点几 对不对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这个20呢 一开方它 它只有4.5 还要减去这个1呢 就只有3.5 除以2 这个基马个西马 在1这个地方 基马个西马 在1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图形的话 就会变成这个 完全不一样的样子 比如说这里 基马 比如说这里是等于 这里等于0 这里等于1 这里等于2 然后这样下去 对不对 那你如果是基马个西马 出现在这里呢 大概是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比如说你等于2的时候呢 那你这个曲线的话 就会这是从1开始 对不对 从1开始 然后这个样子 你可以想 你可以知道 这个时候 你这一部分就会太少了 而这一部分丢掉 丢掉的部分就会非常多 所以它不能balance 这个条件呢 不能满足 对吧 这个条件不能满足 所以说10和1比的时候呢 在这种情况下 并不满足这样一个 T大一趴很多的 这个关系式 是因为这里呢 它有这个基马西马 是由这个式子决定的 这个基马西马 由这个式子决定的 当然300的话 你可以看成是呢 比这个2呢 大很多 因为它这个时候出来 基马西马是等于8的 基马西马等于8的 所以这个基马西马呢 实际上在这个地方 直接决定了 这个你这个 T比rotation temperature 大很多的含义是什么 是吧 T比rotation temperature大含义 那也说T等于10的时候 这个rotation等于1的时候 1K的时候 这个T等于10 并不是一个好的近视 就是告诉你这个意思 那么比如说 我们实际举一个例子来看 比如说这个 Nitrogen的这个gas 氮气 它呢 这个bund呢 长度呢 是110个pcometer 然后呢 你可以把它 location temperature来算 带进来算 那么要注意的是 在前面这个 转动管量里面 这个mass的话 它不是两个相加了 因为这个translation的时候 才是两个mass相加 这个时候 它这里面mass 是个reduced mass 所以说 两个都相等的时候 正好是它除二的关系式 对不对 这两个都相等的时候 那这个下面 共现一个2 上面共现一个m 对不对 所以reduced mass是相除 那么你可以把 这个reduced mass算出来 然后带到这个里面去 你可以算出来 rotation temperature 是等于2.88的 它近似等于3的 近似等于3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这里来 它如果是近似等于3的话 可以告诉你呢 这个时温的话 如果t等于10度 或者t等于20度呢 它都不是一个好的近似 它都不是一个好的近似 为什么呢 你可以翻过来 可以看 马上求它的maxima 对不对 因为它那里 它那里等于3的话 rotation temperature等于3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这个等于20的话 这里等于3的话 这个temperature是20 那么20升 这个等于3 那基本上近似的 就等于这个 差不多10了 对不对 或者说11了 对吧 差不多11 那它的话 是11 16它只能有三点几 对不对 比如说你说3.2 三点几 不管它是三点几 三减去这个1以后的话 就是2点几 再除上这个 gmq就等于1 所以t等于20的时候 t等于20的时候 是不满足这个20呢 大于等于呢 这个3的 因为呢 你把那个t等于20 带到这个 gmq里面去呢 带到这个计算 这个gmq你计算起来 这个gmq大概在1的左右 附近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的话 你要哪里才比较好呢 可能至少 要到100的这个位置 对不对 100的这个位置 那么到100的这个位置呢 上面就是200 对不对 在100的位置的话 如果是100的话 上面就是200 200除以3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 它大概是70 对不对 37200 大概是70 然后你个7呢 比如说8864 那大概呢 它等于8 或者9981的话 它等于8点几 对不对 比如说 你就算它等于8了 那等于8的话 8减去1的话 等于7 再除以2等于3.5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 100都不是很好 只是说 还可以了 不是吧 它至少不是等于1 它是maximus 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式子呢 你也可以看成 它是一个近式 但是呢 误差比较大而已 对不对 好 那到了10温 当然也是倒 它一定是OK的 到10温 它就大概在这个位置 它就比较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rotation temperature 之所以重要呢 就是因为 它和你做实验的温度 是可以相比较的 你那个求和的关系式呢 是不能用的 当然我们可以 不一定非要用 这个近式的关系式了 对不对 我们不一定非要用 这个近式关系式 我说我干脆 直接求和这一个 或者我用高阶的近式工式 凡都有了 对不对 这个现在的 这个城市里面 你就没学过 你也知道 它都会告诉你 我可以 比如说这个式子不满足的时候 叫你另外带一个公式 去计算它就行 好 那么这一点呢 希望大家注意的 只不过这个rotation temperature呢 在这里呢 就是说它有一个 和时温相比较的时候 那么的关系是 那么这个时候物理的解释呢 会不一样而已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引进了 另外一个这个 复杂的因素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Symmetry的Restriction 我们知道我们在上学去 物化二的时候呢 我们有讲过 这个分子体系的话 它除了有电子以外呢 它还有这个Nuclear Spin 对不对 里面Nuclear的话 它有这个Proton和Neutron 那里面有Spin 那Nuclear Spin呢 会影响到这个整体的 微方形的这个对称性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这个整个的微方形呢 我们上面 我们以前写过呢 就是说 它写成了一个是 这个电子的 对不对 Electron的 然后呢 我们写成了 这个Nuclear 对不对 好 这个我们谈的Nuclear呢 还没有谈到核的自选 实际上我们还应该 加上一个什么呢 核的自选 对不对 Nuclear 这个自选的微方形 你比如说 如果是两个氢原子 那我们知道 里面有个Proton 对不对 里面有个Proton的话 它的核的自选 是这个二分之一的 对不对 这个是核的自选 它也是二分之一的 对不对 所以当你讨论到 核的自选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总的微方形呢 就会有电子的自选 和核的自选 这个组合起来了 对不对 组合起来了 我们知道 这样一个系统呢 如果它的这个自选 是这个 加上核的自选 电子自选 整个系统交起来呢 它是一个 比如说核的自选 是一个 二分之一 到二分之一的话 它变成一零的话 它有个整数的 它也可能呢 是半整数的 所以整个系统的 这个 Spin的话 有可能 由于核的自选 的加入呢 它对称性呢 会改变 那么在那里面 对称性改变的时候呢 会直接影响到 你这个接的话 究竟能够取正 还是取负 对不对 取接 究竟取正还是取负 我们知道 当你把这两个 因为这两个 现在原子是全同的 当把你这两个 一交换的时候 除了那个 Nuke的Spin 交换了以外 它还有交换了 电子的Spin 也都交换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交换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如果是总的 这个 自选是偶数的话 那它应该满足 所谓的 交换的 Bosser的这个 Einstein的分布 所以它交换以后 应该不变 那么这个时候 J只能取偶数 如果包含 Nuke的Spin的话 它是一个 Farming 那么这个时候交换呢 它就只能取 这个 急速Odd 的关系式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J的话 就被受到了限制 就说 因为这个Symmetry的原因 因为Symmetry的 这个限制 就说你那个 核呢 我们以前没有考虑 有考虑核的微方形 核的自选 我们指的这个 核的微方形 是没有把 核的自选 考虑进去的 对不对 当你把核的自选 考虑进去以后 这个微方形的 整个它是对称的 还是全对称的 就是说这个 考虑进去以后 你这两个原子 相交换的时候 它是对称 还是反对称 就会由它呢 会受到影响 对吧 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Nuclea Nuclea里面呢 我们知道 它有Translation 对不对 还有呢 Rotation 有Vibration呢 还有这个 好 Translation Vibration呢 Translation 我们不说 它是 它始终是 对称的一个微方形 你交换了以后 Vibration呢 我们知道 它呢 是有个 这个 负义的关系式 那么最关键的是 这个Rotation 在这个交换 因为这两个 都不改变符号的 这两个 在你交换 这两个原子的时候呢 它都是对称的 对吧 都是对称的 好 那么 Electron呢 就取决于 你这个系统的 这个 整个的电子的 Multipicity 对不对 我们不知道 这里面 比如说电子的个数 有一个 两个 这样加起来 那么它总质学呢 或者是偶数 或者是奇数 对不对 因为它 如果是偶数个电子呢 它加出来 总质学呢 一定是偶数 对不对 一定是偶数 好 如果正好 正好有一个 单个的电子 那它加出来 就是有一个 二分之一 或者二分之三 之类的 它变成一个 半整数 半整数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微方形 就 电子的微方形 就必须是一个 反对称的 交换两个电子 如果是这个 是偶数的时候 那交换两个电子 就是全对称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除了电子的 这个自旋 还有Nucle spin呢 再加上这个Rotation 因为这个Rotation 它的 在你交换 这两个原子的时候 它是和这个 接有关的 对 接有关的 比如说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的 这三个微方形呢 决定了它的 整个的 这个双原子分子的 微方形的 对称性 对吧 对称性 那这两个 省起来呢 当然就有可能 是全对称 或者是 反对称的 对吧 那么这两个 省起来有可能 全对称 可能是对称 或者反对称 那么加上这一个呢 它也可能是 对称或反对称 是吧 那你如果要求 整个是 要求这个是 对称的时候呢 那你就取它 要求它是 反对称的时候 那你就取它 就看这两个东西 省出来 是什么样子 是吧 什么样子 总之这个时候呢 由于这个 Semitic的限制呢 你不再 能够把这个 整个的阶段 写在这个 求和式子里面 而只能写部分的 对不对 写部分的 那这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意思呢 就是说 你这个 我们可以去念证 你对这个 如果你把这个 变成是求积分 如果你把这个 变成是求积分 这两个 求出来是一样的 对不对 求出来是一样的 所以说 那我们以前写的 这个Z的 Rotation的 你把它写什么 比如说 它算出来了 它是等于这个 P呢 除以这个 Rotation temperature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又把它分成的 对Even求和呢 加上呢 对Po子弹求和 而我们又说呢 这两个求和出来 它是一样的 所以呢 它应该呢 比如说你这个 等于是这个 也可以写成Rot的 不要说写成Sigma 一匹的 那它求和出来 也等于这个 那这个应该出来呢 是二倍的呢 对不对 那你可以算出来呢 这个东西 它就应该 等于二倍呢 然后T呢 这个了 对吧 有这样一个式子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number呢 加进去了 它呢 我们把它定义成Sigma 加到这里来了 这个Sigma Sigma 这个Sigma呢 对如果是Hitro的 这个Luclear Diatom呢 Sigma就等于1 因为那个时候 不存在对称性 因为你这个时候 当你两个原子 是不一样的原子的话 它就不满 它就不需要 满足那个关系了 这个是M1 对不对 这个是M2 这两个原子都不一样了 那你交换以后 你当然知道 这个微方形 没有这个对称性 因为交换之前的话 这个M1 是站到这里的 交换之后 它跑这里 交换之后 跑这里来了 这两个的话 这个Configuration的话 你一看就知道 因为这两个原子 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不需要 有这个对称性的限制 那么那个时候 Sigma就等于1 如果是Hitro的Diatom呢 那这个 这就没有1 这里没有1 那你交换以后 交换前和交换后 它两个都是全同的 所以当然 它那个时候Sigma就等于2 Sigma就等于2 所以这个Rotation呢 多了一个地方呢 我们需要注意的 就是这个Simetry的Number 那么对于Hitro的NuclearDiatom 它呢 就是等于1的 对于这个Homunuclear呢 全同的双元的分子呢 它的Sigma就是等于2 它的原因呢 是来自于上次 我们讲的这个 物化2的 就是说我们把NuclearSpin 包含进去以后 它和电子这个Spin 微方形 还有Rotation 这个整个要对称 还是要反对称的话 会影响到这个街呢 它只能去偶数 或者呢 急速 这样一个分布 好 那么 双元值的Rotation呢 这个Potation方形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面我们举个例子 来计算它 对吧 举个例子 那么下面的事情呢 就是 比较好办的 就是我们要举一个 数字的计算 看它算出来 大概是等于多少 是吧 好 这个书上举的是 这个Crolin的这个分子了 对不对 就这个分子了 那么我们呢 也是通过这样 有个算 你知道 只要是这个 这个是Hormonuclea的 双元值分子 那马上你就要知道 它的Sigma呢 必须是等于2的 对不对 它Sigma比等于2的 那它的Rotation呢 一定是 这个地方有个2 然后上面是温度 底下呢 是这个Rotation Temperature 对不对 你可以这样计算 那么这个Rotation Temperature呢 你要带它的关系是 好 它的等于这个H4的平方呢 除上这个2倍的I呢 KB 对不对 好 那么在算这个Rotation Temperature之前呢 你首先要把这个I值算出来 对不对 这个I的话 等于R的平方 对不对 好 那么价定呢 它有给这个 I值的话 KB的H的话 然后有一个 这里 这个是R等于2乘10的负十字方米 对不对 大概是这个200多个 Picometer的这个值 对不对 那么你可以把它带进去算了 这个μ的话 它的话是1 2 35.45 除了mμ 对不对 然后这个Reduce Mass是1 2 再把它转换成KG的话 比如说它算出来 大概就是3了 对不对 好 我们也是呢 给大家讲 就是说 我们计算的时候呢 不需要你算得那么准 只要算对就行 对吧 只要算对就行 那么你这个呢 你可以把这个量带进去 那么这个呢 得1.05 你记住就行了 对不对 它有一个1.05的平方 然后呢 10的这个 度的68次方 这边是2 然后呢 I呢 你可以写成了 这个3呢 乘上10的26次方 对不对 你都要画成那个公斤了 你可以去念证它的单位 正好是消掉 只有temperature 对不对 它一定是这样子的 好 然后这个呢 KB呢 也可以带进去 这是1.38 增上呢 这个 10的 23次方 增上10的 你看 H0 负的34 H0 负的34 然后 这里是负的26 我们应该哪里有 写错吧 看一下这个公式 应该没有 没有出问题吧 H平方除以2I 然后K嘛 对不对 H是负的34 哦 我们还少写了一个 不对不对 我们只把 我们这个不是30公斤 对不对 这个μ是 μ是这个2.9升 还有一个R的平方 对不对 这个是μ了 这个I的话 除了这个μ以外的话 这I是等于μ升R的平方 所以 还有一个R的平方 注意 2的平方 增上呢 10的 负20次方 然后才增上呢 1.38 增上10的呢 这个 负的23 对不对 负的23 那你可以看呢 那你可以看呢 先看这个 这是负的68 这下面是20 20 60 69 所以它应该 大概就是1.05的平方 除上呢 23能得6 然后这个写上4 对不对 再省1.38 再省一个10 这个样子 对不对 因为这个23 这是69 这是68 所以拉上去 正好就是4 对不对 那就是4 好 那么这个呢 这个呢 是4624 是吧 好 那么如果你 但最好的 你把这个1.05 算出来 对吧 比如1.1 它算出来是1.21 对不对 是不是1.21 那么1.05 但不可能是1.21 比如说1.1 1.几 除一个1.38 那你当然 你可以写成 4624 你大概写成25 或者是26 都可以 对不对 除一个10 对不对 2524都可以 那么这个东西 除出来呢 大概是0. 如果是25的话 它就是0.4 对不对 那么你写成26的话 它0.3几 所以呢 当然你知道 你算成 你写成0.4 也就OK了 对不对 你写成0.4 也够OK了 比如说你当然 你自己会 好一点 比如写成0.37 或者 它实际上算出来 是0.35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近时计算 还是不错的 然后呢 你这个 这个Room Temperature呢 是300 对不对 300的话 这个 这里有个2 对不对 那就说 相当于300呢 除以这个 3000除以8了 对不对 那么48呢 差不多32 那么 你这个近4呢 算出来大概是400 它呢 算出来426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Room Temperature的时候呢 这个Z Rotation的话 它是等于426 说明它还是可以分布到 它的激发态去 所以这个时候 比如说你只能 只对 1文求和 对不对 比如说只对1文求和 因为这个时候是 有这个量 或者对2子求和 这个量的话 接等于0的时候呢 第一项呢 接等于0的时候呢 第一项应该是等于 这个3的 对不对 2G加1的话 等于3 那么这是接等于0这项 你可以算 接等于1呢 接等于1这个地方是5 对不对 而接等于1 接等于0这里是1 这个求和 接等于1的时候呢 这里大概是3 对不对 大概是3 如果这个量很小的话 这个量很小的话 那么接等于2呢 它大概是 就是2得5 好 那么接等于3呢 它应该是 比如说7 那么这个加起来呢 要等于426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一定是要加到很多的 实际上呢 接等于3的时候 它是小于7 接等于2它小于5 接等于1它小于3 对不对 那么你这里 它应该小于9 接等于4 然后一直加下去 加起来这个求和呢 要等于429呢 就表示你加到了那个G 对不对 加到很多 当然你可以直接去算 它的Gmax 对不对 你可以直接去算这个G 那么因为你这个 你有这个rotation temperature 是0.35 刚才我们有说 你直接到这个 这个0.35 这个是 这个是这个 300的话 600 对不对 600的话 除以这个0.35的话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东西定出来 对不对 直接把这个定出来 好 那么我们知道呢 这个时候它是OK的 因为这是0.35 而这个温度呢 是300 它比这个rotation temperature 大很多 这个近视是不错的 只是说 这个求和告诉你呢 它会 这样一个rotation的 partition function呢 是有很多 这个excited state rotation的excited state 有贡献的 是吧 rotation的excited 是有贡献的 所以说 就是说 在常温下 在room temperature下呢 我们的rotation的 这个分布呢 它是 可以分布到很多呢 这个激发态上 而不是光在这个 J等于0的 基态上面 光在J等于0 这个基态上面 好 你可以就算了 它J就等于20了 对不对 你可以 也可以算呢 通过这个公式 代仅你可以算出 J等于20 然后再通过这个公式呢 你可以算出来 它的Maxima的分布呢 是在 J等于20 那么计算出来 等于0.16 就是说 J等于20这个能级 它的几率是最大的 它有0.16个 就是说分布在 J等于20是最多的 那当然 上面你也会加起来 下面加起来 才会等于这个 整个的求合 对不对 整个的求合 好 那么这一道习题了 就是 1075页 这个问题的 25.22 这个就是要计算 这个件事情 对吧 Rotation讲完以后呢 我们下一个目标呢 就是这个 Vibration 对 Vibration 那么我们也是先讲 这个双原子的 那双原子 Vibration呢 你知道 如果是这个双原子呢 你知道它的 Vibration的能量呢 是它 对不对 N等于0 一二三算 这个呢 是这个Vibration的频率 那么这个K呢 就是我们指的 这个Force Constant 这个μ呢 也是Reduce Mass 对不对 也是Reduce Mass 这个Vibration呢 反而是显得比较简单了 因为我们知道 双原子分子的Vibration 它那个Vibration的话 它你交换两个原子 它始终是对称的 所以它不贡献到 不会出现一个 这个Symmetry Restriction 所以你就是 直接去算它就行 对不对 直接算这个Vibration 那么你当然用 图片的公式式 来进行计算了 那你也知道 这个里面呢 这个K呢 实际上它就等于N 而且它的GN呢 就等于1 对不对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Vibration的能量的话 这比如N等于0 这N等于1 一直上去 它这个GN的话 是等于1的 它是没有Degeneracy的 对不对 所以你就是 直接求和这个式子 好 直接求和这个式子 那你把那个 这个公式呢 带进去 对不对 这个公式带进去 这是N等于0呢 求和到无穷 那么这里是负的β 这个呢 是有一个H呢 μN加二分之一 好 这个二分之一呢 它是和求和 没有关系的 它等于0呢 求和到五求 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上次课就有讨论 它呢 就等于1-A分之一 如果A小于1的话 对不对 它就等于1-A分之一 所以你利用这个公式 那么这个直接呢 那么这个直接呢 也就出来了 这个也就直接出来了 它就应该等于呢 这一个呢 1的负βHu 二分之一 然后下面呢 是1-负的βHu 好 注意 我们Vibration的这个 法提进方式 是没有任何近视的 直接求和求出来的 没有换成积分 对不对 没有说把这个东西 搞成积分来计算 对不对 没有把它搞成积分来计算 直接呢 就算出来了 所以反而呢 这个 Vibration呢 我们可以有精确的公式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定义呢 这个Vibration的Temperature 我们也可以定义 这个Vibration的Temperature 你怎么定义 就是这个Hu呢 因为这个 βHu呢 它等于呢 这个KBT呢 Hu 所以你可以写成呢 Vibration呢 除上这个T 那么这个时候 Vibration的Temperature呢 出来了 它就应该等Hu 除以KB 对 Hu除以KB 好 我们现在呢 这个是精确推导出来的 就是说你直接求和呢 你会得到这个式子 但如果我把这个换成 是求积分呢 对不对 如果是换成求积分的话 比如说我们想 哎 干脆把这个球和 也给它换成呢 求积分 对不对 如果你也把它换成求积分的话 那你看它出来 应该是什么东西呢 你可以看到呢 它出来的话 你把这个地方写成BetaHu 这就是常数 那么这前面除一个BetaHu 对不对 那你就知道 这后面的积分它等于1的 对不对 所以它出来呢 就是负的BetaHu 那这个和这个答案是 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什么时候一样呢 这个量如果很小 这个量如果很小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BetaHu如果远远小于1 实际上呢 对应的就是这个 Vibration的Temperature呢 除上T呢 远远小于1 因为这个BetaHu呢 它就等于Vibration除于Temperature 那就说 这个量非常小 这个量非常小 这个指数就可以展开 对不对 大家知道 1的X的话 它可以减成 写成1加X 对不对 如果X非常小的时候 那写成1加X的时候 这里1减这个 1和1减掉了 这个负的 就是BetaHu 出来就是这个 所以 你可以看到呢 确实是 这里我们就举了个例子 就是说 当你精确的值 你也知道 然后把它写成近式的时候 你也知道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它确实满足 如果是VibrationTemperature 比真实Temperature 要小很多的话 满足这个式子的时候 那你确实可以把 这个Vibration的 这个Potricing方形 这一部分 直接写这个 VetaHu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举一个例子 马上告诉你 你就不能那样写 为什么 这个Vibration的一面 非常非常大 比方说我们还是 举这个氮气来讲 它呢 这个False constant呢 是比方说是200 2243个Nm 那如果你把这个东西 带进去算 这是K了 这是ReduceMass 你直接算 算出来以后 再把这个算 你算出来的VibrationTemperature 是3000多 你知道吗 算出来是3000多 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近视是不行的 我们现在举这个例子 算出来呢 它是3300呢 其实4K 那你 反而是 这个VibrationTemperature 比这个时温高很多 对不对 实际上它是 大于大于T的 Norm Temperature 比300K 对不对 它是Norm Temperature 的10倍 所以这个式子 大概永远也没有 用的机会 对吧 大概 就是说 这样一个近视的 积分的式子 永远也不可能用 为什么呢 VibrationTemperature 太高了 VibrationTemperature 太高了 对不对 所以你也可以知道 从这个地方 你也可以知道 就是这个 它这个Vibration 它Temperature 太高 所以它贡献出来的时候 它贡献的 整个这个温度的话 它的效应是 都在这个 Ground State下面 对不对 Ground State下面 为什么我们知道 这一点呢 我们可以举个例 继续计算 这个Vibration的Temperature 就计算这个 那比较 这就是这个例子 对不对 如果我们现在 要计算它的 VibrationTemperature 你可以看 要不计算它的 Vibration的 Potting方形 好 那么这个时候 VibrationTemperature 定义 但是我们告诉你呢 你永远也不能用 这个近视的式子 只能用这个 就是 精确求和出来 式子进去计算 那么在计算这个时候呢 你应该怎么算呢 我们 我们知道 一种方法就是 你把这个VibrationTemperature 算出来 对不对 那么直接带到 这个公司里面去 这个H呢 我这里有 比如说6.36 然后呢 这个μ呢 是这个1.678 这个数上给的 Hμ呢 数上KB呢 出来是800多K 对不对 对于这个分子来讲呢 它的VibrationTemperature 是807K 它也比 LumTemperature 大很多 对不对 如果你把这个807K 带进去 那么这里 这是这个300了 对不对 这300了 所以这个值是很小的 那算出来是0.291 好 那么我们书上讲的是 不包含这个Zero Point Energy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在定义这个Vibration Partition function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选择呢 包含这个0点的Zero Point Energy 也可以选择呢 不包含它 这意思就是说 你在选这个Potention的0点的时候呢 你可以任意选 你或者是选到 比如说 或者是选到这里 或者是选到这里 这是N等于0的 Vibration的0点 你也可以选到Potention的低点 那么这就有两个定义 对不对 这就有两个定义 那一般的计算呢 会把这两个都给你列在表里面 那么我们书上呢 Profer的是这个 反正你在学习的时候 你只要用一个就可以 但是呢 你要记住 它始终是有两个 这个时候 特别是你去看实验的值 对不对 它实验会 实验有的时候会测量的 那么实验它会告诉你 它是用的这种 还是用的这种 那这没办法 它不统一 对不对 就像你们学这个 Organic Chemistry的时候 那有些Organic Chemistry的话 分子的话 它始终有两个名字 对不对 那你要知道这个名字的来历 你还要知道这个名字 其他后面的名字 这样 这里也一样 你要知道一个是包含着零点能的 一个是不包含零点能的 对不对 那么不包含呢 它就只有后面这一部分 包含呢 它就要算前面这一部分 好 我们看一下不包含的 那么这个算出来是1.073 是什么意思 刚才不包含的呢 那就是说你直接指求和呢 βHμ呢 求和这个是指N等于0 到无穷 它呢等于这个 Ribration 没有包含零点能的 就是说把这一项给去掉 对不对 把这一项去掉 好 N等于0的时候 它当然等于1了 对不对 N等于0等于1 那么这第二项呢 就是N等于1 这第三项呢 就是N等于2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 它加起来是1.073 主要的贡献 是在这个 就是 Ground state N等于0的这个地方 比如说这个求和就告诉你呢 在Room temperature的时候呢 大多的分子都呆在 它的Vibration ground state 它的分布都在这里 这是N等于0 N等于1 N等于2 好 那基本上全部都吞在这里 这里基本上有一个 这里可能没有了 就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分布的情况 对不对 这样一个分布的情况 比如说 所以我们从这个 Translation的这个 Vibration的 Potition function呢 可以看到呢 我们这个 Room temperature的时候呢 所有的这个分子呢 都是呆在 这个Vibration ground state 呆在Vibration ground state 好 那么这里我们就看到了 但是它是1.073 所以后面还是会有值了 否则不会加到1.073的 对不对 不是说后面完全没有了 它还是有 但是只是说非常少而已 是吧 非常少而已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 Vibration的呢 这个也讲完了 好 我们这次啊 再讲一个 这个是个习题了 这个习题呢 书上 这个是个example的 25.9 书上有算呢 不包含0.0的 就是书上算的是 这种情况 没有这个的 对不对 书上已经计算出这个了 那么现在这个 Homwork呢 就是叫你 计算 如果是含有这个0.能 那实际上就是说 你把这个值算出来 然后把书上那个值 拿来一省 就算出来 对不对 只是给你个 这个概念 含和不含 它大概是 范围是多少 对不对 那这里我们有些 含和不含 一个是0.29 一个是1.073 我们还把这一点 讲完了再休息 对不对 就是我们讲了 这个translation 上次课 现在讲了rotation 然后又讲了vibration 还有一个electron 对不对 electron 就是说 我们把核的部分讲了 现在我们来讲 电子的部分了 对不对 前面的translation也好 rotation也好 vibration也好 都是讲的核的运动 对不对 核的自旋单没有包含进来 对不对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讲electron的部分了 电子的部分 对不对 电子的部分 那那个电子的部分呢 你当然要用 这个也是一样了 它的partation方形 还是这个公式 它没变的 只是说 这个时候里面的能级呢 是电子的能级 里面的部分呢 是电子的能级 这个电子的能级的话 我们就干脆直接写出来 比如说 degeneracy在ground state 是E1 然后它的能量呢 是1 β11 然后加上了E2 E4的β12 然后我们大概都不需要后面 因为后面的 确实没有什么意义 为什么呢 这个是它的degeneracy了 对不对 这个是它的degeneracy 实际上就是讲的 它的那个多重态了 它电子 它所有这个分子体系加起来 它的电子的这个多重态 是单态 还是双态 double 还是三重态 triple 这样一个情况 对不对 好 不管它怎么样情况 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能级 一般的能级呢 这个对分子来讲呢 如果它是一个EV 比如说 这里E呢 和这个E2之间呢 它之间的差呢 是一个EV 好 之间差是一个EV 那你会写成什么样子呢 比如说你就可以写成 G1呢 1的负φ呢 这个提出来 然后这里就是1了 G2呢 G1 然后1呢 负φ呢 12000 我们不要算三接了 其他的不要要了 当然这个量 除出来 它反正 要么1要么2 或者是0.5 它不会是一个 很大的意思 也不会是个很小的数 它就在1之间 对不对 基本上就是0.5 或者1 2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俩 1的负β 好 这个负的β呢 12-11呢 如果我们在常温下计算 对不对 比如说 这个temperature是300多个 300K 对不对 那你可以看呢 这个值呢 这个负号可以不要 对不对 这个是KB了 对不对 然后把这个 12-11呢 直接打进去算 对不对 如果你把这个T带300K 然后把这个Barsman 常速换进去 把这个 这个EV的这个能量呢 换成交二这个能量呢 你算出来 这个值呢 大概是等于38.7了 对不对 好 你算出来这个值 等于38.7呢 你再去计算这个 好 它大概呢 是1.6呢 神上10的 负17次方 这个量就非常小 也就是说 不管你怎么算 这里写G1 然后这里写1的 负β11 这里是1 好 这一个量 或者1 反而简单了 你只需要考虑第一项 不要求和 是吧 所以 反而是translation比较麻烦 然后呢 rotation也比较麻烦 vibration比较简单 然后呢 electron更简单 根本就不需要求和 只算第一项 对 第一项这个11呢 如果你把11取成这个 你的四能量的 这个potential的这个零点呢 如果你把11取成零呢 你就只有它的degeneration 所以electron的部分 反而是 非常的简单 它呢 就等于这个 ground state 它的degeneration state 大部分情况 1就等于1的 或者是2的 对不对 或者是1或者2 或者 当然也有可能等于3 比如说这个 养分子的话 我们知道 它是 它的ground state 是triplet 所以它那个时候 它那个G1的话 是等于3的 对吧 也等于3的 比如说G1的话 等于1或者等于2 或者等于3 这样一个情况 好 好 我们下面呢 这个 我们electron呢 就这一页讲完了 下面实际上是一个 总结性子 就是说 total的partition function 对一个molecule来讲呢 你对这个k求和的时候呢 你可以分成呢 translation的部分 然后electron的部分 然后呢 vibration的部分 还有呢 这个rotation的部分 对不对 rotation的部分 那么 刚才我们有看到呢 electron的部分呢 你最多就是要一项 或者两项 对不对 也有说 这个里面 这个electron的部分 你可以先写出来 对不对 比如这个electron的部分 求和 你负着 你electron的 或者写k也可以 对不对 你就写k 那么出来呢 有一个g1的话 1的负 按照我们的约定呢 这个地方就是写 因为11我们是等于0的 对不对 electron的1 刚才我们才讲了 按照我们的约定的话 这个地方 你就直接写0 它就等于g1 对不对 然后呢 g2呢 你就有了 g2呢 1的负 所以它呢 12减1 这个gap 对不对 就gap 可是你要注意到一点 就是说 这个electron在变的时候呢 这个vibration rotation 是可以变的 只有这个translation呢 它是不变的 所以那个求和的里面的时候 对 electron vibration rotation 这三个 不管你怎么变 translation都不变 那意味着就是说 在这个求和的式子里面呢 你可以把translation呢 先单独求和放在外面 放在外面 对不对 放在外面 然后呢 你再来讨论呢 你的electron 对不对 electron部分 比如说electron的部分 这个是呢 ground state的electron 对不对 那你写这个electron的ground state 那对应这个electron ground state的时候呢 它会有一个vibration的求和 rotational的求和 放在这里 好 然后第二项的时候 这个 electron的excited state的时候 第二项的时候呢 又会对应 再对应一个呢 vibration呢 或者rotation求和 当然如果是 这个vibration rotation对于这个 electron和 这个first excited state的话 是一样的话 那你当然就可以 把这个也提出来 那种情况下的话 你就有 translation呢 然后呢 这个 electron 加上呢 加上呢 electron 这个呢 就是ground state 对不对 这个是激发态 excited state 如果是这个 vibration和rotation呢 都一样的话 那你就会 你可以写这个样子的 就是说 那个时候 一般的情况下呢 你就只讨论 electron的 这个partition方式呢 是两项求和 一项是ground state 一项是呢 excited state 第一项 对不对 但是大部分情况 有的时候呢 你vibration和rotation 不一样的时候 你就要分开写 好 那么translation呢 我们上一次课 已经已经讲了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里面这个质量呢 m呢 就是个分子的 所有的原子的质量 加起来 对不对 所有原子质量加起来 然后这个体积v呢 就是里面那个分子 那个分子的话 它所在的体积里面 那么知道了 这个原子的质量 知道这个分子的质量 知道这个分子所在的 这个box的体积 你就可以算出 translation的 translation方向 后面的呢 你也可以算 比如说用这个 ground state electron部分呢 它就等于G1 然后vibration部分呢 不包含零点能呢 它就等于这个 rotation部分呢 我现在都没有 没有用这个temperature的 方式来写 那么双原子分子的话 就是它的reduce mass 深上bound distance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 symmetry number 你要注意 就是说这个rotation是 homo diatomolecule 还是heteronuclear diatomolecule 那么这个是sigma 点一或者点二 是吧 那excited state的 electron的部分呢 你要写这个样子 它有个G2 对不对 vibration的时候 这个地方用了v一匹 这个地方呢 bound distance呢 用了rep 所不同 为什么不同 你可以看到 就是它的整动的频率 在excited state 和ground state 有可能不一样 它的bound distance呢 在ground state 和excited state 也有可能不一样 所以呢 你这两下呢 这个球和式子呢 要分开写 对不对 要分开写 那具体我们来看 这一张图 对不对 我们知道 你画出来 这个potential surface 比如说这个是ground state 对不对 那么这个minimum 这个这一点的话 就代表着 它的这个建长 对不对 建的长度 对不对 bound distance 那对ground state来讲呢 它就是r 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你有了这个r以后 reduce mass是不变的 不管你是ground 和excited state 那你就算到这个i 你就可以算到 这个ground state的 这个能级 但是它到excited state以后呢 它的bound distance 是变化了 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 它是增长的 它这个minimum 在这一点 那么这个时候 它是r一匹 对不对 这个是r一匹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你把r一匹 再带进来呢 这个rotation的能量 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rotation的能量 不一样了 因为这个i不一样 那么i不一样 你说这个时候呢 你把这个带进来呢 那么这个地方呢 这个数值就会减小 当r增大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时候 比如说 这个双原子分子 它在ground state 比如说它是 这个200个pm 如果到了excited state 它变成2.5个pm 它就增长了 所以translation的能量呢 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好 那么一般情况下 这个r呢 是不一样的 对electron的ground state 和excited state 它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k force constant呢 它也有可能不一样 它是怎么出来的呢 它是那个potential呢 对这个坐标求导数 比如说我们不是 算出来一个potential嘛 对不对 那这个potential的话 它有可能是这个 ground state的potential 也有可能是 excited state的这个potential 对不对 这个呢都有可能 就是有可能是它呢 也有可能是这个 那我们知道 那个k是等于什么呢 k的话 它应该是等于这个 求二阶导数 然后在这个 平衡渐长的这个地方 对不对 平衡渐长的地方 也说ground state呢 时候就相当于在这里 这个在这里 那么这个求二阶导数的话 ground state是这一个 然后excited state 它在这个地方长相呢 不一定一样 长相不一定一样 那么这个k值呢 就不一样 这个k值不一样的话 那这个频率就不一样 那频率不一样 这个vibration的能量 也就不一样 所以说呢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v呢 所以会有两个写成v一撇 或者v 就表示说这个k值不一样 引起的 这reduce mass都是一样的 reduce mass都是一样的 而这个地方呢 这个rotation呢 是因为这个r呢 和r一撇不一样 它在这里平衡的渐长呢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求和 在我们总结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把translation拿出来 而对于electron vibration rotation呢 分开写electron ground state 写一套 electron first excited state 当然你可以加electron的second 不过我们告诉你 一般情况下 你最多考虑到这里 后面是肯定不能要 不要了 因为它贡献太小 是吧 贡献太小 大部分情况下 是这一项也都不一样 或者是你即使要的话 认为vibration rotation 都是一样的 对 vibration这个r和r一撇相等 v和v一撇相等 或者即使不相等 它相差很小 算出来的这一个 和这一个是一样的 对吧 好 那么我们下面呢 就来举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nO的molecule 对不对 nO的molecule 那你知道nO的molecule呢 它这个电子的数目 正好加起来是一个 是一个od 所以它ground state呢 它会有一个 孤立电子 对不对 有个nO 孤立电子 那这个孤立电子 它自旋可以是1分之1 要是总的自旋是1分之1 那么它就是doubled state 总自旋1分之1 它可以等于这个 它可以是这样排 对不对 它也可以是这样排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是总的自旋电子的 对不对 它等于1分之1的 那么对应的tile呢 v方形呢 相当于有两个自旋tile 所以它这里有呢 doubled 对不对 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个g等于2 就是我们刚才算的 这个electron这个 它是等于2的 excited state呢 在这里也是等于2的 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excited state呢 是这个pi 然后total的总自旋呢 是总的这个角动量 这个是在这个分子的这个轴上的投影 它是m等于1的 所以写的pi 对不对 这都是物化2的这个学过的 那么大家知道 你看到这个2呢 表示是这个地方的g等于2 你看到这里 这里也是2呢 表示这个地方的g呢 也是等于2的 好 然后呢 告诉你呢 这个vibration的频率呢 上面和下面都一样的 也就是说 这个potential啊 它在ground state和在excited state呢 你在求导数 然后算它的平衡键长的时候呢 都得到同样的这个k 只有得到同样的k呢 所以你才得到呢 同样的vibration的频率 对不对 相当于我们这里算的 都叫同样的vibration的频率 好 那么 这一个呢 就不一样了 这一个呢 是这个rotation constant 我们在物化2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会写成 rotation constant 你可以看到呢 rotation constant呢 它和这个转动惯量呢 有个这样的一个表达式 h8呢 除以4π呢 再除上这个i 这个i呢 就是这一个 所以你看 在这个ground state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 这个值呢 要小一些 对不对 在这个上面 excited state 它这个是要大一些 就是因为这个i呢 这个r一撇不一样 在excited state的时候 r要大一些 r大的话 i就增大 i增大的话 这个 现在r是减小的 因为这个是大 对不对 这个是5.15 这个时候是r是减小的 也就是说 对于我们现在算的 这个no这个molecule的话 它的ground state 比如说在这里 这个地方的r的话 是等于这个 一个值的 对不对 比如说r0 我们现在没写 那么这个时候 在一个sited state的时候呢 它这个r一撇呢 是减小 对不对 因为只有这个r一撇减小 你这个b1的话 才可能增大 因为b1等于是h8 除上呢 这个4π 然后这个地方 mu reduce mass 是一样的 r的平方 比如这个r 等于r一撇的时候 比这个小 所以呢 这个值就大 现在下面这个是r呢 等于r0呢 比上面大 所以这个就小 对不对 好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两个是 这就是我们给出的 ground state和excited state 之间的区别 只是说这两个能级呢 不是我们刚才给的一个eV 刚最早我们算的时候 这两个写的是一个eV 现在呢 它这两个能级之差呢 只有0.15个eV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这个state 对不对 要考虑这个state 好 那么告诉你呢 比如说one mode 在temperature是这一个 然后压力是这个 一万零 这个 一万吗 是十万 写错了 好像应该是 一万多 对不对 应该是一万多的 那么我们来计算呢 我们知道 这个一个pa呢 它就等于这个 一个牛顿呢 每平方米 对不对 这个呢 是R每mode的 这个 波尔斯曼常数 那么你带到这个里面去 就可以把这个体积呢 算出来 对吧 把这个体积算出来 我们来算一下 看我们那个 这个压力值是不是有错 对不对 是不是有一个数量级的错误 那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这个地方 你用这个理想气体的方程式 带进去 这个呢 是等于一个mode 对不对 这个R呢 是等于这个8.34 比如说我们就写8.3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大概想知道的 就是数量级了 这个T temperature的话 就等于300 T temperature就等于300 那么上面就写好了 下面呢 应该是这个 比如说是 加定是10的五次方 我们来看 对不对 因为上面应该写成 要过100千万 10万 应该是写错了 如果10的五次方呢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 8.3呢 神上3呢 3824呢 这个就是 三三得九能 就是24.9 然后呢 10的这个 负呢 3次方 因为这里有100 这是五次方 所以这个写出来呢 应该是 0.0249 这个样子 0.0246 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 把这个精确值 所以这个应该是 要么这个0没有 要么这个1没有 反正就说 它应该是 10的 12应该是 10的五次方 大概 好 这个多写了一个0 对不对 要不然就是 这个地方一个小数点 我看我这里 是不是有小数点 要么就是 这个地方有个小数点 10132.5 对吧 把它改过来 反正是 它应该是 只有10的五次方 一万多 对不对 把这个小数点 加到这里 好 这个 那么你可以看到呢 它算出来呢 就是这个 0.024呢 或者0.029 这个体积 对不对 有了这个体积以后呢 你知道 我们马上就可以算 这个translation的 马上就可以算了 这个translation的 这个translation呢 是在这里了 它呢 是等于这个 2π呢 m呢 然后这个是kb p呢 除上h的平方 神上v 对不对 神上v v呢 你已经算出来了 它是等于这么多 0.02466 这个v呢 就是你算出来的 这里 对不对 你算出来 那么总的质量呢 这个 但是 一个是14 一个是 养色16 这个 看是14还是15 算出来呢 比如说等于4.98呢 神上10的 负到26次方 对不对 好 这个14加16 那么30 再算这个 变成这一个 那么总的质量呢 也说你也有了 m呢 大概等于5呢 神上10的 负到26次方的公斤 然后呢 这个体积呢 v呢 等于0.024 我们后面那个 比方说不要了 米的三次方 或者0.025 你也可以 对不对 要0.025 你也可以写成 0.025 这个样子 好 我们这里只计算 这个大概的 但是当然我们在那里 在这个上面呢 会算得要准确一些 我们给大家说 考试我们只需要 那个大概的值 对不对 那么 我们来计算一下 2π呢 就是6.28了 对不对 m的话 就是神5 然后呢 再神上10的 负二次六次方 对不对 然后k的话 这里有1.38 神上呢 10的呢 负二次三次 然后300 这也是温度 对不对 好 这就是上面的值了 下面h呢 h的话是6.36 6.636了 平方 然后10的 负到68 8次 好 这个呢 我们先算这个里面的 阔幅里面的 那么这里是 三分之二 这样 达四 好 那么这个值呢 我们看 大概是 等于多少 比如说 你要可以 最大的近视呢 你可以看 这样看 这个5神1.4的话 它是 比如说是 就是 就是 25 1 这个 1.4的话 5神1.4的话 就是 4520 然后 大概是7 这个地方是7 这个是6.28 那么 这个6.28 绳这个7 大概和这个6.636的平方 都统统约掉了 所以你看到的 只有什么呢 10的 负到26次方 1.38不要了 然后负到 23次方 然后绳上300 对不对 下面是 4的 负到68次方 这样一个情况 好 那么 这个值算出来 应该是 这是49 对不对 那么 实际上是 10的 46 因为 这里有两个0 那么这里是 10的 负到68 然后这里呢 有个3 好 那么 相当于说 3乘10的呢 22次方 对不对 看有没有对 3乘10 22次方 因为 这一个 26 26 绳上这个 负到23次方 23次方 49 然后这个300的 去掉两个 49 哦 不对 应该是47 对不对 所以这里还是 49减去2的话 是47 所以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21 好 那么你可以写成呢 30绳上了 10的 20次方 对不对 就是这个 然后30 10的20次方 你还要 做这件事情 对不对 那你30 绳上10的 20次方的话 做这件事情的话 你可以分开来 比如说 一个是30 绳上 刚好30 然后10的呢 30次方 对不对 它就变成 这个样子了 好 那么你要知道 你还要绳上 你还要绳上一个 0.025 对不对 0.025 那么这个30 绳上30的 这个 这么多次方呢 这个30呢 开方出来呢 应该是 比如说55 25 对不对 66 36 你可以取5.5 大概 这个样子 对不对 取5.5 这个样子 好 那么 当然你还要绳上 这个东西了 0.0 这个 5.5的话 如果是 这个 5.5的话 如果是神6的话 36就是180 神5的话 35就是150 所以呢 这个 你可以看它呢 它大概就是 这个 150 180之间了 对不对 那就说 160或者100 多少 那总共的值呢 大概就是 比如说160 神上10的 20次方 在神上呢 比如说 这个0.025的话 你可以写成呢 这个 2.5呢 神上10的 平方 负2次方 对不对 那么这个2.5呢 大概就 把这个地方 神1.6 也就是说 1.6神2.5呢 再神10的20次方 而神10的30次方呢 就应该 我们算出来这个值 那么1.6神2.5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 神3的话 36118 然后4.8 如果神2的话 是3.2 对不对 4.8的3.2 那加起来的话 大概是 这个8左右 所以除以2 它大概就是4 所以这个地方是3.9 精确算出来是3.9 我们算出来呢 差不多4 对不对 差不多是4 所以你只需要这样算 那后面呢 10的30次方 不要算错就行 对吧 30次方 不能算错 好 这就是我们算出来的 translation的部分 那么这个公式的里面 这一部分呢 就有了 那么我们下面呢 要算这个 vibration的部分 对不对 vibration的部分 因为translation和vibration呢 现在都是一样的 vibration呢 你要算的呢 就是要算这个东西 对不对 β h nu 那么这个是kb呢 t呢 然后这里是这个h呢 v 好 那么你回到原来那个式子 v的话是等于5.708 乘10的13次方 那么h呢 我们先把这个写到这里 5.708 因为我们只算大概 所以不要那个什么08了 对不对 直接写5.709就好 对吧 10的13次方 然后呢 翻过来呢 你要的是这个h呢 得6.36 6.63啊 或者是你写6.64 6.64也可以 对不对 然后10的呢 负3是4次方 下面呢 除的是这个k 1.38 然后神上10的呢 负的23次方 还有一个t呢 大概是300 就这样一个表达式 是吧 这样一个表达式 那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 这里是13的34 就是10的21次方 对不对 10的21次方 再除这个呢 那所以说 这后面应该有个100 对不对 好 先把这0都化掉 那5.7的话 神移这个6.6的话 你比如说 你可以看成是这个 这个66.36 对不对 或者是 66.36 或者它应该等于 这个 40左右 对不对 因为66.36 7.7.49 它应该是偏向于 40这个味道 是吧 好 那么 下面呢 还有一个 一点几啊 我看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的数字 带进去的 是不是对的 这个是5.7 然后呢 这是10的13次方 然后这个 h的话 是6.636 34次方 然后底 下面呢 是除的k 23次方 然后300 对不对 300的话 实际上 如果把这个3去掉 这里就应该是21次 那这个100就没有 对吧 这个100就没有了 也就是说 因为这是负了21次 这里也是负了21次 它应该是去掉了 那么这个 这个 66.36呢 我们多算一点 等于40 这个呢 3乘3的9的话 差不多就是4的样子 所以这个差不多就是 10左右 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近视 等于10左右 那当然有一个我们没办法算 不大好古迹的 1 10的 负的10次方 对吧 这个等于多少 那这个当然就不大好算了 对吧 就这个呢 它是 1的话是等于这个 2.7的话 大概1几 这样子 一个10的10次方 对不对 一个10的10次方 所以我们 这个地方大概是没有办法避免用计算器算 但是你可以大概估计一下 它等于多少 比如说你可以算2的10次方 你可以算3的10次方 它应该在这个之间 对不对 更靠近这个 对不对 3的这个负10次方 那你知道 3的负10次方的话 应该是这个 底个3啊 这个两个3呢 上面都有5 对不对 3 3呢 3等于9 对不对 9个 那么这里是9的5次方 你可以近时地写成呢 10的5次方 对不对 所以你马上就可以得到呢 大概这个应该等于负的 这个5次方 但是你这里算的是9 你把9换成10 所以说你大概要减掉一个 对不对 10的4次方 所以你可以马上组计出来 大概这个量呢 会和它呢 差不多多远 对吧 会和它差不多多远 好 那么当然 10的4次方 你要讲0.0001 这个数量计 然后1减去这个东西 反正你知道它是很小 那么用那个指数展开的时候 它应该是1加上了1的负10次方 对不对 所以它大概呢 就等1.0001 后面它可能有数 它有没有 你都不关心了 因为你只关心它 大概等于多少 大概等于多少 那么 如果有这个数呢 你可以这样估计 当然你也可以 照我们刚才说的 怎样去估计 是吧 好 那么我们来看呢 这个ground state呢 比较好说 它这个地方就等于2的 所以呢 ground state呢 这里就等于2 对不对 就等于2 那rotation它可以通过这个来计算 就是说 这个z呢 它也可以写成kb t呢 除上这个h呢 be 注意这个地方 本来应该有一个 Symmetry number Sigma 只是说 因为它这个 现在是NO是不一样的原子 所以那个Sigma是等1的 Sigma是等1的 那你也可以来计算 rotation呢 rotation的话 这个kb呢 比较说 这个顶多少 这个kb呢 我们等于1.38 升上呢 10的 负二三次方 这是kb t呢 升300 除上呢 这个h呢 6.36 升上10的 这个负三次四次方 然后b1呢 它又给定 ground state呢 就写5升10的十次方 对不对 5升10的十次方 好 那你可以来看看 这个地方 这个应该等于多少 那 这个是十次方 这三次四 所以呢 这里只有24次 对不对 24次 然后这里呢 有这个 23次 那么 就应该 比如说 有一个1.38 然后上面是6.64 4 升上5 然后这里呢 还有一个 这里大概要升一个3 然后这里是10的 三次方 这样一个情况 对不对 因为这里是10次方 但是4就是负的24 负的24 不对 负的24 负的24的话 24.1的话 有10次 然后加上这个 所以应该是对的 1000 这样一个量 对不对 1000这个量 好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可以算呢 比如说你这个 你要怎么算呢 这个等于3.几 对不对 那么大概呢 你也可以写成呢 这个神起来和5 大概差不多 然后因为它实际上不是5 有个4了 所以你大概可以写成6分之1 然后这个 比方1000左右 对不对 那么10除以6呢 大概是这个 40的话 5 6 3 4 6 6 36 那么15左右 对不对 好 你就大概是 这个 0.15 那就是150 对不对 150左右 当然我们要算出来呢 是124 就近视比较大了一点 对不对 不过没关系了 那么 excited state呢 比如说 如果你要 这个时候 你这个区别呢 在这里 这个因为它是124 这个121 因为相差很小 对不对 你可以看呢 因为这个excited state 这个是5.15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 我们用这种 这个样子的近视 是算不出那个区别来的 为什么呢 我们都把这个地方取得5 这个地方取得5 那那个区别就消失掉了 所以 如果你要想算出 这个区别的话 你就一定要用 这个时候 一定要用计算器去算了 认证 把每一个计算器按出来 它是等于多少 等于多少 这是124 这是121 这个量呢 你也可以去计算 它呢 因为这个地方是 0.15个EV β呢 这个是0.15 不 0.15个EV 然后除上呢 这个KB呢 除以T 再去算这个指数 对不对 再去算一个指数 这里按我们不去估计 那个了 它算出来等于呢 1.126 因为这个时候 现在它不是1了 所以它有个1.126 你把这一量度 算到这里以后呢 你就可以来计算 刚才我们说的事情了 那么 Vibration和Translation 是一样的 都是呢 Translation是它 Vibration是这个 那 Vibration和Translation 省起来了 Vibration可以忽略不计 因为Vibration就是1了 这个就是它 所以这个地方省起来 就是390呢 省10的30次方 对不对 基本上就是 全是Translation的贡献 在这两个相省 对不对 但是里面呢 就有两个不一样了 这个是Electron 省这个 Ground state 这个是Excited state 那你来看呢 这里面呢 这里面呢 你应该是 2乘上 124 加上呢 这个 1.126呢 乘上 121 好 那么这个 因为我们想算出 两个区别来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要用计算机去 按了 对不对 这里当然要 把那个的也写上了 Vibration也写上 那么这个值呢 算出来呢 是等于这个 1.498 其来乘上 10的 三次方 这个样子 对不对 你也可以怎么算呢 就认为Ground state 和Excited state 是一个Rotation 是一样的 那你说 因为这个Rotation 相差 124 121 相差非常小 你就认为它是一样的 比如说 你就带Ground state 一般 如果你认为是一样的 一般我们就带这个124 因为我们只算Ground state 不算Excited state 那这个时候呢 一个Rotation state 也可以提出去 写成124 那这个时候 另外一种算法呢 就是说 3.90 乘上10的 三十次方 这个2呢 加上呢 1.126 乘上呢 124呢 再乘上1.001 这个算法 这是第二种 这个算出来呢 它就等于1.511呢 乘上10的三次方 对不对 我们告诉大家 如果我们用 刚才我们 这个比算 近视的算法 这个区别是算不出来的 我们不可能算到 1.498 不用计算去 1.511 所以这个区别 你可以看到非常小 这告诉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其实可以就这样算了 对不对 不需要这样算 因为你知道 我们这个里面 已经用了很多近视了 对不对 比如说 Translation 我们用的是 Particle in the Box的模型 Rotation呢 我们用的是 这个钢体的 这个也是模型 这Bound不动的 Vibration呢 用的是这个Harmonic 对不对 那我们这些模型 都用了以后 你这里误差 有这么一点点 那说不定 在你这个模型里面 都已经包含 这样一个误差 对不对 包含这个误差 总之就是说 1.4987 写出来就是1.5 1.511 写出来也是1.5 所以这两个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是0.15个EV的时候 你也可以考虑 Vibration Rotation都是一样的 即使它不一样 你也可以考虑它一样的 对不对 它考虑一样的 所以在大部分情况下呢 我们的Total的 这个Partition function呢 只需要写成 Electron的Ground state 加上Electron的 Excited state 然后这一部分呢 全部都用Ground state的信息 Translation呢 它不管了 它是 不管你是哪一个state Translation都一样的 对不对 好 这个就是这道题 那么我们 做一个总结 对Diatomic Molecule呢 我们知道呢 我们可以把 Translation呢 写到这里 然后呢 把这个 我们只考虑Ground state 比如说Excited state 不用考虑的 因为它贡献 可以福利不计 即使要考虑的话 你最多就是 把这个地方呢 写上G1加G2 当然你可以把这个 补上去了 对不对 其实这个加上呢 G2呢 神上这个东西 可以把这个东西 补上去 只是告诉你 提醒你 你要去计算一下 大概这个指神 这个和这个差多远 那刚才那个例子呢 告诉你呢 这个是2 这个是1.126 所以这个1.126 并不能复略 因为2加1.126 就等于3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量是要算的 在这种情况下 要不要算呢 就看它这个 Electron的 这个Ground state 和Excited state 这个能机的差别 它究竟多少 来决定这个地方 要不要算这一项 对于Vibration来讲呢 我们书上用的是 不包含这个零点 Zero point energy的不 这个partition方式呢 写出来 就长这个样子 你也可以把写成呢 Vibration temperature 等于H bar呢 除以mul 这个地方呢 你也可以写成呢 Rotation temperature呢 除上这个 神上这个 Rotation constant 除以kb 对不对 你也可以写成 这一大堆 这一大堆量 就看你 所以 我们这一部分呢 就是希望大家 要掌握的 就是说 你要注意 它这个东西 是怎么写的 这里面每个量的 含义是什么 还有它的单位 物理上的单位 是哪一个 这里有个作业呢 就是 这个25.25 那么 这个作业呢 这些量呢 它都没有告诉你 但是 它这个书上的表 22呢 是有这个量的值的 那么我都把它 写到这里来了 对不对 告诉你呢 这道体里面的 Rotation constant呢 这个 它用的是波数的单位 你要知道 一个波数 可以换成交二的话 它是1.986 我也给你写了 那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要注意的是 这个H bar 神上这个B1呢 写成了B1呢 然后呢 这个H 注意上面那个 应该是没有H bar 这两个应该都没有H bar H bar都要去掉 这地方写错了 应该都是H 这两个应该 这两个地方都是H 对不对 这两个地方 这也是H 这里也是H 不是H bar H呢 神上这个B1呢 等于写成B2 H神上这个Mu呢 神这个Mu 所以说实际上 这个能量已经告诉你 这个能量也已经告诉你 你只要把Temperature 算出来 那么你就 帕地形方形 你就算出来了 帕地形方形 算出来了 那这个一个开灾的话 等于多少交二 也就是说 你把这个东西换 神一下换成交二 直接除上这个KBT 就可以算出Temperature 是多少 那么Temperature知道 这个就知道 这个知道 对不对 当然你要判定的是 这个分子的话 究竟是 这个Sigma等于1 还是2 是吧 我这里随便给你 写了一个 12等于3.6个EV 所以说 你第一件事情 就要去计算一下这个 看这个有没有贡献 这个没有贡献 那你就只需要G1了 对不对 那么这本书上 那个G1呢 要你自己去判断 对不对 那就说 要复习一下 你物华2学的时候 物华2 因为有告诉你 那个G1 怎么判断出来 对不对 它实际上也是比较简单的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 这个题呢 也是个Monal Volume 在Pressure的 一个霸顶式的 5次方这个帕 那么这是这道作业 好 下面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 帕梯形方形呢 从双原子分子呢 推广到 这个多原子的分子了 对不对 这个 当然是我们学化学的人呢 就是非常关心的是 多原子分子的情况是怎样 那么我们告诉你 Translation呢 就不用说了 多原子分子 你怎么算 你把那个分子里面的 所有的原子加起来 它的总的质量 然后它在那个体积V里面 算出来 对不对 我们刚才算的这个V 等于这个NRT 除上压力 这个V是可以算出来的 多原子分子也一样 那么那个里面的M呢 那就等于里面的原子的 个数求和 对不对 比如它有N个原子 那么每个原子的质量 是多少 M算出来 那你Translation就有了 所以Translation不用再讲 它就是 这个M呢 就是所有的原子的质量 加起来求和 这个体积呢 就是你用NRT除以P呢 计算出来 那么有了这个V 有了这个M Translation就算出来了 所以对Translation来讲 它不管是 单个原子的分子 两个原子的分子 还是三个 还是四个 计算方法都是它 知道 都是它 好 比较不一样的呢 就是这个Rotation 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Rotation 如果是线性分子呢 它还是这个 如果线性分子呢 它就是 一接的二 它和刚才讲的 双原子分子是一样的 S如果对于线性分子呢 你在计算的时候 这个ZRotation的话 它还是呢 有两个指标 对不对 M呢 和J 然后这里 以负的β呢 EJ 线性分子而已 所以对线性分子来讲呢 那这里还是 求和出来J呢 这里二接加1 1的负β接 而这个一接 长相的和以前是一样的 对不对 长相都一样的 所以你直接就把 双原子分子那个公式 拿过来 放到这里 只不过有一点不一样 这个I 要怎么算 对不对 这个I的话 就不再是这个 我们以前那种算法了 对不对 你就要去 学我们的物化二 这个里面 双原子分子的时候 有很多原子的时候 那它应该是 怎么样一个求和 对不对 怎么样一个求和 它应该是 大概是M I呢 都要相对于 这个中心点 对不对 直心的位置 然后这个I呢 求和这样一个式子 对不对 对线性分子 它都在一条线上 对不对 都在一条线上 所以这个I呢 要重新算 其他的都一样 公式呢 和那个一样 Sigma呢 也是 线性分子如果是 它长相是 关于这个中间 是对称的 就是说 这边的原子排列 和这边的原子排列 当你这样交换的时候 它是不变的 那Sigma就等于二 如果不是对称的 那Sigma就等于一 对不对 所以对Linear Molecule呢 计算的方法和 达亚Atomic Molecule是一样的 除了这个I的计算方式 不一样以外 对不对 I的计算方式不一样 比较复杂呢 是这个Linear Molecule 比如说我们拿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这个Sophical Top Sophical Top呢 它就是 它有两个呢 这个指标了 比如说那个时候 那个V方形 比如说你要写成Y的话 它有几个指标 一个是 这一个大的K的指标 一个是M这个指标 一个是J这个指标 这个是对Sophical Top来讲 那这个对于给定一个J的话 K的取值呢 是负阶到正阶 M的取值呢 也是负阶到正阶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它不一样呢 就在于这个求和的时候 你这里对K求和的时候呢 它是要对M要求和 对K要求和 再对J要求和 负的β 好 这个能量子和J有关 它能量的表达式还是它 对不对 能量的表达式还是它 这个K有关 可是你对M求和一次 对K求和一次 它就多了一个平方出来了 它就多了一个这个东西出来了 你知道吗 好 多了这个东西出来了 因为这个时候 这个V方形 我们说就K是对V方形求和 那么它要对K求和 对M求和 K求和一个二阶加一 M求和一个二阶加一 所以这里有个平方 那么这个算 这个在积分变成求和的时候 它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它就不一样了 我们来看 它算起来哪一点不一样 好 那么这个变换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把它变成这个 我们先把这个就是写成呢 这里是对接球和现在 接球和 那么二阶加一的平方 好 这里呢 我们直接把这个KT呢 带进来 然后这个一阶呢 它的表达式呢 也带进来 那么它应该有个H8的平方 然后绳上2I 然后再绳上呢 结一绳呢 结加一 对不对 好 我们把这个量呢 比如说整个都写成一个 α的形式 对吧 整个都写成一个α的形式 我们看写这个α的形式 当然你可以写 β写在上面 写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你可以把KB呢 写在这里 所以这个式子和这个式子 一样的 H的平方 β 2I 它是一样 一回式 因为β的话等于 这个KB t分之一 写成α 好 那么我们假定 我们知道了 这个求和的话 要想变成积分 就是要这个α呢 远远小于1 对不对 我们以前是定义 Temperature 现在我们暂时不定义 就写成这个α呢 远远小于1 那么这个求和 就可以变成积分了 好 这个时候呢 它就可以变成一个积分的形式 2J呢 加1的平方 乘上1的α J平方呢 加J DJ 从0呢 算到不求 对不对 这个就是Sophical Top的时候 对不对 Sophical Top的时候呢 它要这样子计算 好 这个呢 就不能像我们以前 前面那个积分带坏了 我们要怎么带坏呢 我们现在呢 要这样带坏了 就是我们要写成呢 这个 这个J加 J平方加J呢 我们要写成呢 J加上1二分之一的平方 减去1四分之一 要把这个J平方 要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好 如果写成这个样子呢 然后我们令这个呢 J加1二分之一呢 等于X 对不对 我们做这样一个带坏 那在这样一个带坏下呢 DJ是等于DX的 对不对 这样一个带坏DJ等于DX的 好 你可以看呢 那这个呢 等于什么 你可以把2拿出去 对不对 2拿出去 那就 拿出去的时候 好像有个4倍 然后这里0 这里呢 就变成是 X呢 几分是J等于0呢 那么X就等于2分之一 对不对 到无穷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X的平方 对吧 X平方 因为这个2拿出去以后 这就J加2分之一 J加2分之一是X 好 这里呢 变成1的负α 好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这个 X的平方呢 减4分之一 对不对 因为J平方加J 你行这个样子了 那么这里呢 DX 这个净4呢 我们继续来 就把这个4写出去 这一个呢 它和积分没有关系的 也写到外面来 然后这个积分的 这个1分之一呢 把它净4的写成0 对不对 它从1分之一 寄到那个 我们就写这个样子 那这里是五穷 这是X平方 这里 Dα X平方DX 好 这个就可以带公式了 好 我们在物化2里面 学的那个公式 学了这个 你就知道 这个公式呢 它应该等于多少 对吧 它应该等于多少 好像是应该等于这个 1分之1α的根号 πα 这个公式 就是这个积分的话 可以带公式 当然你可以去 你可以查表 对不对 我们如果有考试的话 我们会告诉你 那个公式的一拓仓 也不需要你记的 对不对 不需要你记 那么这个公式 这样一来 它积分出来 就变成这个样子的量 那我们刚才就说了 这样一个求和 要能写成 这样一个积分的形式 它有个条件 就是这个α 圆圆小于1 如果α 圆圆小于1呢 那就是说 这个量就很大 对不对 那么这个量呢 就基本上 近似的等于1 所以这个 可以进一步再近似呢 进一步的再近似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 这个就不要了 那么这根号拍呢 写到这里 这个四倍在这里 对不对 根号拍写到这里 然后这个呢 α的 二分之三次方 这就是我们算出来的 对于Sophelica Top 它的 rotational constant 对不对 rotational constant 条件呢 当然就是这个了 我们要要求 这个整个量呢 要远远小于1 对不对 你要注意这里 H bar和H呢 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换成H的时候呢 它是 H是等于这个 2π的H bar的 对不对 所以有个代换 所以这里会出现 什么π平方之类的 那么这个公式 你把它总结 把它整理一下 把这个式子呢 给整理一下 不要写成这个样子 而用把α 用这个代进来 写成了什么呢 8倍的π平方 kpt呢 H的平方 这也二分之三 对不对 因为这个地方 α有二分之三 所以这也二分之三 然后这个I呢 这个I本来也有个 二分之三 对不对 I这个二分之三 你把它拆成呢 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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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样写呢 就是下面我们要用到 就是说 Sophical Top的时候呢 只要这个条件满足 只要这个条件满足 这个公式呢 它就等于它 这个I呢 可以 在Sophical Top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写成二分之三 但我们把它拆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拆成这个样子 那如果是都不一样的时候 你怎么办呢 如果是general nonlinear molecule 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不去证明了 我们直接就把这个I呢 换成不同的I 前面都一样 这就是我们 我们只去证明了 Sophical Top的时候呢 它等于它 然后这三个I都一样的 然后我们告诉你呢 如果它是general的 ABC都不相等呢 你只需要做一件事 就把这个I 这三个I呢 下面填上指标 ABC 就完 好 还是要加上Sigma 还是要加上Sigma 就是Notation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Signature Number 就是说这个分子在 在原子交换的时候 它是不变的 那那个对称性呢 要被除掉 对不对 因为你这个算的 Sigma等于1的时候 你算的是所有的这个Configuration呢 都是可以区别的 那么这个Sigma表示 交换有些原子的时候 它是没有区别的 所以要把那个Sigma 去除掉的 那么这个Sigma 从哪里来呢 那你就是学物化2 这个Sigma是 完全是物化2的内容 那么你如果不知道 你要回到物化2去呢 把它找出来 是吧 把它找出来 这里举个例子 就是这个书上的25.11 这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呢 它呢 是个Sophiaeq Top 它的这个Signature Number呢 是这个Sigma的12 因为每一个Crolling 这个地方做一个轴的话 你可以转三次的话 它三个都不变的 三个都不变的 那么它有四个这样的轴呢 三四呢 就是12 简单的呢 你可以这样算 那如果你学了群论呢 你这个Sigma就更清楚 没有学群论呢 我们物化2有一种方法 那种方法呢 不是百分之百的可靠 但是大体上是可靠的 但是我 我们如果你有听这个 有听这个课的话 理学院专办 我讲一种不用群论的方法 也可以把Sigma算出来 可是那样一个不用群论的 去算Sigma呢 它会有一定的 就是你Counting的时候 有可能会出错 是吧 Counting也已经出错 我们上次在那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了 也有一个问题 如果学了群论以后呢 这个Sigma你就不会出错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反正呢 Sigma呢 我们把它算成物化2的内容呢 那么就应该说 如果考试的话 我们就会给你 对不对 因为不再是物化3的内容 对不对 那么 就是说是你以前的东西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计算一下 这个分子的话 Sigma是12 然后ABC呢 都相等的 等于4.82 9.3 这个I的计算 也是物化2 对 这个I怎么算 不再是我们刚才说 所写的U什么R的平方 不是啊 因为这是双原子分子 这个I才这样算 对不对 那这个I的计算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上一次有学我这个课程的 大家都知道去算这个I 要很算一段时间 是啊 很算一段时间 如果有这样一道题的话 光那个I的话 可能你叫算一节课 对不对 算一节课 所以呢 如果I呢 是物化2的内容呢 我们也基本上是会给你 就像这道题一样呢 这个物化2的内容 Sigma012给你了 IAIBRC物化2的内容给你了 然后你要算的就这个 所以物化3相对来讲 你只要有物化2的基础 你要没有呢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常数 你有的话 你知道它是怎么算出来的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计算呢 对于这个Molecule的话 它的肉配性的 这个parti性放性 大概等于多少 是吧 大概等于多少 那么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要写出来 这个是根号π 这里呢是12 对不对 好 那么因为这个IAIBRC都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都写进去 8倍的呢 π的平方 3.14的平方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再写呢 那个k 对不对 k的话是1.38 或者你写1.4 是10的 负的23次方 然后呢 你再写这个t是300 对不对 好 你把这个I可以写进去 因为它都是一样的 2分之2 2分之3 好 大概呢 是5 4.8 乘上10的呢 负45次方 对不对 这个就是分母 分子呢 是这个h的平方 6.636呢 乘上10 这个平方 10的负的648次方 然后这里 2分之3 不要忘记那个 对不对 不要忘记那个 好 那么我们来看呢 这个八神π的平方 大概呢 你可以看成是呢 这个3.14平方 这里一个平方 那么这里再拿一个 再除掉一个2的平方 就是神2 对不对 剩了一个2 对不对 2神呢 1.4 然后呢 再神3 再神5 好 这个呢 就是说你把3.14的平方 这个6.36的平方 就除出来 你就认为它等2分之1 对不对 2分之1平方 4分之1 8除以4就等2 然后这个1.4 放这里来 然后呢 这个300的话 去掉两个0 放在3 放在 这5呢 放这里来 好 那下面你就说 数多少个0 对不对 10的多少次方了 那这上面的话是 这里 这的话就是10的21次方 这叫21 然后再加呢 45 对不对 那这个是呢 这个65 66 对不对 再看一下哈 这是23次 去掉两个0 就是21次 21次的话 就是66次 这里是68次 所以应该是10的平方 这样跟这 好 不要忘了 这里还有个 公号拍呢 除以12 公号拍除以12 那么 这一个呢 35呢 这个 15 然后 5 6 30 对不对 30再乘1.4的话 3012 大概是42 对不对 12次次方呢 2分之3 看一下 看一下 3514 5 这30 30 生1.4 生 就是1次 72 好 那么你先看这个 这个0呢 10的 那么这个出来 就应该是10的3次方 对不对 然后呢 应该是12呢 绳上根号 是12 再除上 绳上π呢 除上12 对不对 除上12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字 好 那么既然我们都算了大概 12和42 除掉就是等于这个10了 对不对 差不多就是10 那你这个量的话 就变成π π 呢42 然后10的4次方 对不对 因为42除12的话 你就看成是 除掉 还有一个4 应该还有一个4 对不对 大概42除12 就看成40除以10 那么就是 一个10小后面来 还有一个4小前面去 对不对 那么这个等于3呢 30 是12的话 30120 比如说你算130 不管它是多少 对不对 那大概应该是 出来的话 比如说是 11的话就是121 对不对 那大概是11 或者是12 反正是11 12之间了 对不对 那41 或者是44 或者是48 那我们算的比较大概了 实际上算出来是31了 对不对 我们算出来 我们算出来 是差不多44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这个 10的4次方算的是对的 是吧 10的4次方算的对的 我们只需要 要这个精确计算呢 它算出来是31570 对不对 31570 也就是说3.1升10的4次方 我们算出来 大概是4升4的4次方 算得比较近4了一些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是 就是说对多元子分子来讲 它的表达式和线性分子和 因为这个是 就是非线性分子才是这个表达式 线性分子和双元子分子 都是我们前面的表达式 所以这个东西要区别对待 对不对 是要区别对待的 好 vibration呢 说起来就 反而比较简单了 vibration反而比较简单 为什么呢 你本来是这个K求和 对不对 那vibration有多少个mode 我们第一堂课就有算 对不对 或者是3n-6 或者是3n-5 就看你是linear 还是不是linear 就是我们有算它degree嘛 那么有三个是translation 对不对 然后有三个呢 是rotation 好 那总共是 因为n个原子 它的xyz坐标的话 每一个有三个 那么它是3n个 剩下的呢 就是3n-6个 对不对 vibration的自由度 当然这个地方 rotation如果是线性分子呢 它就只有两个了 所以这个时候 这里有两个呢 这里变成线性的时候呢 它就有两个 这个时候呢 线性的时候呢 它就有3n-5个 比如说这个地方 这个三个加两个 加3n-5 要回得到这个3n 那么对于这里呢 3加3 叫3n-6呢 它也回到3n去 那每一个vibration mode呢 都是这个normal mode 也就是说 我们假定的 harmonic近视呢 说的是 每一个mode之间 都是独立的运动 自己运动 就是它自己运动 不管其他分子怎么动 所以那个求和可以把它分成呢 对第一个mode的求和 对不对 对第一个mode的求和 每一个mode都是harmonic 那就是ni呢 等于h呢 mu i 然后这里是ni呢 加上1 2 这个ni呢 等于0呢 1 2呢 这样求和下去 这个i呢 是等于3n-6 或者呢 是3n-5 就看它是不是 是linear 是linear 还是非linear 那每一个都是分开的 所以你这个求和 可以全部分开了 对第一个mode求和 对第二个mode求和 对这个3n-6个mode求和 而每一个求和出来 我们已经算过 对不对 双原子分子 我们已经算过 不包含0点的话 它就是1除以1减了 1的负的hmu i 那这样好了 那你每一个都算出来了 那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 你应该写成 比如说1减呢 1的负 βmu i 对不对 那第二个呢 你可以写成呢 1的负的βhmu2 好 那就一直绳上去 绳到最后一个呢 1减去 1呢 1的负的βmu呢 h呢 3n-6 或者是减5 就看是不是linearmonic 那这个式子呢 你可以用这样一个符号 就是连续求神级 这个是求和 这个是联系的相绳的式子 这个符号表示 这个符号呢 就表示这个意思 每一个这个harmonic 每一个双原子分子的harmonic 表达式呢 神起来 你就有整个的vibration了 那么这里要么是5 要么是6 就看它是不是线性分子 线性分子呢 它就是5 非线性呢 就是6 所以vibration也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看到呢 我们在 不管是多原子分子 还是双原子分子 蓝的地方都在rotation rotation比较麻烦 其他的都 算法都一样的 一次就出来了 结果 一次就有结果 那么我们书上 也有举一个例 就是这个 二氧化碳 这个 这个写虫呢 应该只要一个的 总共是两个的 这个二氧化碳 大家知道它是线性分子 好 你知道线性分子 那你就知道 vibration自由度 应该是3n-5 那这个n是等于3的 所以它应该有4个 对不对 它应该有4个 有4个 那个vibration的frequency呢 有一个是这个v1等于4点 有两个v2 v3是一样的 有个v4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这个v2 v3是一样的 是说的是它这个 一个是平面的这样帮的 一个是 就是说 它这个vibration的话 这个bend 这样的bend 和在平面这样bend 这两个是一样的 对不对 因为是 它要么是这样 要么是从这个黑板进去这个bend 这两个频率不会有差别 所以这两个频率是一样的 那出现一样的时候呢 你要写的是 就是这个了 就变成是 有一个呢 是1呢 负的h 这个μ呢 h 不 beta呢 hμ1 好 另外一个呢 是1呢 1的负beta hμ2 这个2和3是一样的 所以你写个平方就好 对不对 然后再写呢4 这就是我们这个例子呢 要算出来的 这个 vibration的 化碳的这个 那当然了 你就是要算这个了 就是要算这个 hμ 除以这个 kbt 对于这三 对于这三种情况 你算出来 比如说 我们来算一个 对不对 h的话 4.162 我们比较 比较我们算这个比较好 算2这个 对不对 算2身上呢 10的 13次方 秒分之一 然后呢 这个μ呢 这是μ对不对 然后h呢 是6点 6.636呢 乘上10的 负34次方 对不对 这是h 这是呢 这个μ 有没有等于2的 下面呢 kb呢 也是1.38呢 乘上300 1.38 它还有个10的 负23次方 对不对 好 那34 这个是 10的 这个 这里 这个3去掉的话 这100去掉的话 这也是21次方 然后这个34 成这个也是21次方 所以 就应该只是 2神6.64 比如说是 除以1.38呢 再除以3 对不对 再除以3 好 那么这个 下面大概是 下面大概是4了 对不对 然后上面是 2614 12612 13.2 这样子左右了 对不对 那么13.2 除以呢 这个4的话 3412 好 3.3 左右 对不对 3.3 我们这个实际算出来 是3.2 对不对 这个值 实际的这个值算出来 是3.2 那那两个就好算了 那那两个就好算了 你只需要把 这个值 你这个3.2 知道 对不对 那你只需要把这个2 除掉 在神上 4.162 也就是说 3.2 除以这个2 在神上呢 4.162呢 它就应该是这个 6.7 对不对 然后3.2呢 除以2呢 在神上 7.0 7.0呢 43呢 它应该是下面这个 11.36 对不对 11.36 那当然 这个东西要算的话 就 这是6.7 然后这是负的3.2 那么当然你知道 可能最大的贡献来自于这个 这个基本上就没有了 这个是10的 负11尺方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了 来的比较大的贡献 就是这个mode 对不对 low frequency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贡献给这个 vibration的这个 partition function的话 是那个整动的频率越低呢 它的贡献就越大 对不对 整动的频率越低呢 贡献是越大的 整动频率越低呢 它的vibration的temperature 也就低 那么那个vibration temperature 除以T的话 就小 那么这个就大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整动的分布 它有几个mode 一个是V1的 一个是V2的 和V3的 一个是V4的 这个V4的呢 它是11.36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 都在这个基态上 而这个V2 V3呢 它的频率要小一些 所以它这里算出来 负着3.2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有可能会 有这个激发态的分布 对不对 它除了这里 它还可能有这个 说不定这里也有 对不对 那V1呢 6.1 说不定就只分不到呢 这里就好 也就是说 它大概是这样一个分布 你可以看 V2 V3呢 最多 这个地方就是激发态 at a ground state 这个有可能有一点点 对不对 它还有几率了 对不对 这个地方的几率是多少 这个地方几率多少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代表的 这样一个分子的 vibration分布呢 大概是这个范围内 算出来是1.087 对不对 比1大不了多少 当然你也不能说 它完全没有 它还是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Vibration呢 是比较好算的 就是说 你知道双原子分子怎么算 多原子分子 就是把这些像 统统都拿来省起来 对不对 每一个Vibration的 这个温度算出来的话 你都全部可以算出来 Rotation呢 就有一个麻烦 对不对 比如说像这个 这道题 1076 大家要去做25.36 这道题 那这道题的话 其实蓝的部分 在乌花二 你要把每一个I 给算出来 每一个I 给算出来 那么不管你学过 没学过呢 你首先要找到 这个Central Mass 比如这是水分子 H放到这个平面上 这个O这个原子 放在这个Y轴 对不对 放在这个Y轴上 那么 自然的话 在X轴呢 它的Central Mass 就是得名的 因为这个H的话 一个放这边 一个放这边 是对称的 你知道Central Mass的 这个坐标的定义 那么我们假定的话 这个氧原子的坐标 这里是B 也就是说原点在这里 这里是B 好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H的Atom 这个Bounding呢 是A 那么A神呢 这个Sine Beta呢 就是这个的长度 对不对 A神Sine Beta 就是这个长度 所以A神Sine Beta呢 表示是这个H1的坐标 是负的A神Sine Beta H2的坐标呢 是A神Sine Beta 是正的 对不对 那么Y是等于多少呢 Y就要等于这个 有一个B呢 这一部分的值呢 然后呢 加上呢 这个负的呢 A神Cosine Beta 因为A神Cosine Beta 是等于这一段的长度 对不对 这一段的长度 就是A神 这个是A嘛 神Cosine Beta 就等于这一段的长度 那这一段长度 再把这个B扣掉 对不对 那么就是应该是 这个地方的Y坐标 Y的坐标 这个氧原子呢 它的X坐标是0 这个坐标是B 那么Z坐标都是0 对不对 因为它在XY平面上 那这个式子就告诉你 Central Mass呢 直接把这个B就算出来 B等于多少 对不对 B等于多少 好 那么这个是IA 这个是IB 这个是IC 这个公式呢 我都写在这里 那么数字计算呢 要大家去算 对不对 给定的 那个体体里面 有给定那个β是多少 也有给定这个A的 这个Bonding的长度是多少 那么你要去算的 就是IAIBIC 它是个unsymmetry top ABC是不一样的 ABC不一样的 好你有了ABC的话 你就可以计算的 它的partition方形 因为我们那个partition方形 rotation的话 就是你要知道的 就是ABC 其他前面你都知道的 当然你还要知道 它Sigma 不要忘了 对不对 这个水分子的Sigma 应该等于多少 A用自己去定 对不对 自己去定 那么这道题呢 本来是书上的话 这道题是 这一部分都教你自己算 那么我也考虑到 这一部分呢 当然我们 你有上我的课呢 我无话而是有讲的 但是你也可能忘了 对不对 你没上的话 那就 你就等于要重学 不管你是 有学过还是没学过 你都用这个公式 把ABC算出来 对不对 ABC公式算出来 然后呢 再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呢 把这个rotation的partition方形算出来 那么当然的话 你要知道这个Sigma 那里面那个Sigma呢 这个是要你自己定的 所以分子的Sigma 非常好定 那么你自己先把它定出来 是吧 定出来 好 那么最后呢 我们讲一个 这个 应该这样说吧 它是统计理学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可是 对于我们 要学的这个 物化三来讲不重要 所以这本书上没有 但是实际上 你们会在很多地方 会碰到这个东西 对不对 碰到这个东西 这东西讲什么呢 它就是讲这个 number of transition state 对不对 那好像是 我们要把这个 首先说清楚 我们要讲 我们要计算什么量 我们知道 这个translation的时候呢 它有nxnynz 这个表达式的能级 对不对 它有这个能级 然后呢 上面是h平方 然后下面是8倍的m 然后呢 a的平方 对不对 好 这里是呢 nx平方 ny呢 平方 加上呢 nv平方 然后这个nx平方呢 好 假定我们把这个地方 写成一个能量 1 对不对 nx平方 ny平方 nz平方呢 你都知道 它从1开始 一这样就取下去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的问题 就是说 对于 这个 一个固定的 ε能量 对于一个固定的 e不成能量 有多少的 这个nxnynb的组合 多少的这个组合呢 它是满足 小于这个能量 对 小于这个能量 或者说是 这个 你要怎么算呢 就是说 你counting这里面的数目 比如说 你给定了一个能量 这个地方等于1 比方说 这里是111 你列表 对不对 111呢 三个都带111进去呢 算出来这个能量 是小于 你给定的这个 我们不说fixed 说given也可以 对不对 这个大家不要说 就是说我们现在 给定的是能量 能量给定了 我们要问的问题 就是说 有多少这个nxny的组合 比如说 这里112 121 211 这都数语 对不对 都在那里面 好 也有可能 那个222呢 也在里面 比如说是 然后是2 113呢 这些都在里面 对不对 我们的问题就是说 这里的123 我们要算的是这个数目 有多少数目满足呢 当你给定一个能量1的时候 有多少个这样一个组合 那问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说 有多少个状态了 对不对 有多少个state 对不对 多少个state 因为每一个组合 代表着一个 translation的state 就是代表一个 translation的微方形 另外一个组合代表 另外一个translation的微方形 然后translation的微方形的 个数是多少 他就是问的这个 translationstate 就是说 translation的微方形 对于给定的能级 它一共有多少 满足它 小于它 对不对 或者说满足小于它 number of state 那个如果是二维的 你看可以怎么算呢 可以怎么考虑呢 我们可以这样考虑 如果是二维的 对不对 好 那这里举的是三和五 对不对 比方说二维的 你现在是 只有Nx呢 Ny 对不对 只有NxNy的情况 那比方说Nx等 一二三四五 对不对 加上一二三四五 那么这边也是 一二三四 二五这个样子 对不对 你只知道五这个样子 那么当然你知道 大概呢 是这个 这个是五五呢 这个二十五 但是呢 你有一些 有些是超过的 因为我给定的能量 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是二维的话 我给定的能量 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这个是定的 你要算这个值 对不对 相当于说 Nx平方 加Ny平方 加Nz的平方 等于什么呢 如果我们是二维的 就没有Nz了嘛 对不对 没有Nz了 它应该等于呢 这个能量一 然后把这些量的 都搬过去 8倍的M呢 A平方 除以呢 比如说是H的平方 对不对 那你这个可以写成呢 是R的平方 对不对 写成R的平方 也就是说本来的 你要固定这个能量一 这些都是固定的 这核子的 长度是A 对不对 长度是A 所以呢 你这个正方形呢 本来呢 是这个正方形里面 数的个数 对不对 但是因为你固定了个R 实际上这个 你可以看成X坐标 可以看成Y坐标 也就是说 这个正方形的内界源 这一部分 对不对 这一部分 也就是说 当这个R固定的时候 说的是 这个X平方 加Y平方 等于R 那就说 如果满足小于 如果这个 整个都是小于 这个东西的话 这个NXNY 要满足小于它的话 那最大等于它 就在这条线上 那其他里面的话 这里面的方格的数目 对不对 因为如果它是 等于5的话 这个方格呢 这个方的里面呢 那就是5生5 25个State 对不对 25个State 因为什么呢 你正好是 如果是两个的时候呢 你正好是 这个是1 这个1 这个2 这个2 这个3 对不对 让数下去 然后一直数 这个有2的时候 那如果是个方形的呢 它就是25个 对不对 就是25个 525 对不对 好 但现在它不是方形的 是圆形的 对不对 圆形的 因为你数到这里的 它就不再满足 这个条件了 对不对 你数到这儿来了以后 它比这个R平方大 凡是在这个地方的 区域的都不能算 这个区域它都满足 它都比这个 比这个 我们给定这个能量来到大 所以这些都不能算 你只能算的是这个 好 那这意思就是说 本来是55 25 是这样一个面积 现在你需要的是 这样一个面积 数 对不对 所以对于 在平面的时候呢 这个半径为R的话 它的面积是多少 大家都知道 这个面积的话 这个 它是等于呢 这个πR的平方 对不对 πR的平方 那πR的平方 这个R在这里 那你自然就可以写出来 π呢 R的平方呢 E呢 8倍 MA呢 除上H的平方 但是你要注意到 它只有 πR平方 是整个圆的面积 你只有第一向线 四分之一 所以你要的 只有 只要四分之一 这个数目呢 就是 刚才你说的 满足这一个 能量呢 给定一个能量 XYZ呢 满足 加起来呢 小于这个能量呢 那就是这部 这部的面积 因为5525的话 讲的是这一部分的面积 对不对 每一个取法 525这个面积 而你要的 只是这个面积 对不对 这个面积 你要的是这个面积 这个面积 因为每一个格点上 每一个点上的话 代表的就是一个state 对不对 每一个点上代表state 如果是方形的话 就是55 有25个state 那么 现在呢 你要把这里面的扣除 只算里面的 只算里面的 当然你会问呢 万一这个点 有可能是 正好点到外面去 或者点到里面来 点到里面来 你包含点到外面去 你不要 对不对 所以这个实际上 是一个近视的 因为你考虑的是 这样考虑是 这个是成了连续变量 对不对 所以它是有一点近视 只是我们告诉你呢 如果这个n非常大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 translation的分布 它n是等于10的30次方 那那种情况下 在这个线上的 那个出来进去的 那个state 可以忽略不计的 所以你算出来 这个值呢 就是很准的 对不对 好 那么三维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这是二维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实际上是三维的 那三维的也好办啊 三维的说的就是说 给定一个能量 一 对不对 你把这个移过去 那么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你的nxny呢 加起来呢 它就应该是这个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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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当你给定了 这样一个能量 一的时候 有多少这个nxnynz的组合 那你一样啊 刚才你算的 这样一个 四分之一球的面积 现在你要算的是什么呢 一个球的体积 因为现在是三维的 对不对 现在是三维的 这个三维的话 比如说你xyz呢 这样算出来 好 那么你这个是它的r 就是你写的这个r 以这个r为半定 画一个球 对不对 画一个球的话 这个球的体积是多少呢 我们告诉你 是 三四拍了r的三次方 就说以r为半定 然后在这个空间 做一个球的话 这个球的体积是这么多 对不对 但是你这个nxnynz呢 全部都只能取正值 1 2 3 都只能取正值 所以你要的只是八分之一 你要的只是八分之一 因为这个球的话 它总共有 上面有四个向线 1 1 2 3 4 下面还有四个向线 你只要八分之一 所以这个呢 就是你算出来的 这个translation的数目 这个translation的数目表示 对于给定一个能量 那么能量小于 或者等于它的 translation的数目呢 有多少 对不对 好 那么呢 就等于这个 你可以把这个r带进去 对不对 因为这是r的三次方 往r带着这个样子的话 把它带进去 那么直接可以呢 算出来 它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你也可以算呢 这个translation的数目 在ε到δε之间有多少 那么直接就是对这个为分了 对不对 这个意思说 ε加δε的时候 你算出来一个state number 对不对 这个算出来一个number 这个算出来number 这个代表的是能量比ε加δε的nxn1nz组合的 我会放进去的数目 就是这个状态数 小于它的小于它的 这个也是小于它的 那这两个相减呢 把共同的部分给减掉了 剩下的只是在这之间 number of translation state 在ε到了ε加εε之间的状态数 那么当然 这两个实际上就是求微分 那么你可以求出来这个 好 下面有一个例子呢 告诉你大概等于多少 比如说εε 你就取呢 比如说是这个能量呢 就是每个分子translation的 这个是2分之3那个kt 每一个自由度是2分之1kt 那么整个你就取2分之3 温度取300 这个呢 原子呢 你就算是十多分二次方k 然后这个box大小是十个厘米 εε等于0.01的ε 代金算 你可以算出来看到 十多二次八次方的state 要算出来是非常大的一个数目 那这个会在哪里用呢 可以告诉大家呢 如果你们稍微多学一些 比如说你要去选修 这个固态化学 或者是材料化学有关的东西 他们会把这个东西呢 直接告诉你 并不告诉你怎么来的 直接告诉你 那个地方呢 它的名字也会改掉 不要叫density of state 它就是在能量 在这个ε到d ε加dε之间 它有多少个能量的状态 对不对 它需要这一个 因为那个能量的状态 会和很多你们要观察的物理量有关系 只不过这里我们没有讲 我们只把这个最基本的讲到这里 那么以后你有碰到的时候呢 你值得 你不会担心它 你不知道它怎么来的 你知道它从哪里来的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时候就下课了